我叫严慕 一个爱增分明闷骚男青年 前世我被女友家无休止的索取 后来身患癌症离开了人世 当我再次醒来 既然重生回到了八年前 一切好运都吸紧而来 巨额奖金 上还在世的青梅竹马梦瑶 还有神秘出现的奇怪系统 恭喜宿主成功绑订阅支援主神系统 主人 我的样子你喜欢吗 这一世我要重新开始 不受任何人的摆 我将篡改我的命运 故事由此开始 眼前这名少年竟然跪倒在一名妇人的面前 严慕你突然跪下干嘛 要喝禁门就下跪 是你们家的传统吗 这怎么回事 我竟然还活着 你不活着还死了吗 别在我这装疯卖傻 严慕抬头疑惑 妈 谁是你妈 彩礼在家四十万 你才有资格叫我妈 你说彩礼 看来我这是重生回到了八年前 是我向方雨雪求婚的那天 你发什么愣 加四十万彩礼 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严慕站起身 上一世我钻进了方家这个血窟窿 这一世我要改变我的秘密 你说彩礼是吧 我同意 什么 你既然同意了 我同意给你个屁 我既然能重新活过来 我绝不会再重蹈覆辙 小兔崽子 你说什么 我女儿难道还不止一百万 方雨雪也不可置信的盯着严慕 我说 你是耳朵有问题 还是脑袋有问题 这彩礼我一分都不会变 严慕你怎么能这个样子 我怎么样 一百万你们家是嫁女儿 还是卖女儿呢 可是我爸妈养大我也不认 给点彩礼不应该吗 那你能给我什么 一个只会要钱 好吃懒做的弟弟吗 严慕你这混蛋 说谁了呢 你呀 吃啥啥不剩 干啥啥不行的 这货直接一拳 向严慕砸了过来 你真以为我还会像以前那样 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吗 一瞬间严慕直接把这货 给致服在地上 一天没结婚 他就一天不是我弟 更不是我家人 从今以后 我和你们一家再无任何惯了 严慕我们的感情 难道就比不过这金钱吗 你有想过我父母 为了凑齐五十万有多辛苦吗 上一世为了彩礼 父母无奈之下 寄希望你买彩票 没想到中了五十万 却又因为这奖金精神崩溃 你们需要的是摇钱术 而不是我严慕 就这样吧 严慕不再理会这一家人 直接走出了门 来到街上 看见旁边一家福利彩票 不错 是这一期的彩票没错 同一期一等奖 和父亲的选号只差一个数字 却有一整一 种种原因 这串数字在我记忆里太过深刻 老板我买彩票 本期双色球今晚九点十五开奖 这时 严慕的老爸向彩票店走进来 我好像看到小木了 他今天不是去方家了吗 难道是我眼花了 现在是午休时间 爸一定又没好好吃午饭 要是中个大奖 就不用担心小木的台领 老天保佑 这次千万要中奖啊 严慕无奈 爸从今天开始 我一定不会再让你和妈受一点委屈 而此时一个声音传来 恭喜宿主成功榜订阅支援主神系统 新手指导任务 获得一亿资产 并拥有自己的产业 任务限时而是思想时 这任务截止还有21小时 请宿主认真完成任务 否则将失去生命 先生命存电一电 严慕不可思议地看着眼前的系统 天哪 这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天哪 眼前这个少年他是个男人 而且不小心把他的青梅竹马扑倒在地 然而 他只是不小心 毕竟男主是个正儿八经的正人君子 话接上回 男主看着系统提示说自己的任务只剩下21小时 如果不尽快完成任务 自己将失去生命 没办法 自己只能猛逼地往家的方向走去 这个系统是说 我的生命只剩下21个小时 开什么玩笑 我才刚刚活过来啊 这时 突然一个声音传来 你们干什么 快放手 这声音是孟瑶的声音 她怎么了 闫目大喊一声 孟瑶 出什么事了 我和孟瑶是青梅竹马 她就像我的青妹妹一样 从小我俩变在一起 但上一时孟瑶的妈妈打麻将被坑骗了50万 孟瑶来我家借主 那时我在方家 没接到孟瑶的电话 再后来就听说他们还不上高利贷 硬生生地被逼迫失去生命 这一次 我一定要好好保护她 旁边的混混说 你尽管叫 老子倒要看看有谁能救你 又何想给谁打电话呀 是那个闫目吗 这时男主听的声音便冲了上来 你给我放手 接着一拳把两人直接打退出去 孟瑶直接扑入男主怀中 闫目哥 孟瑶你没事吧 你这小子 居然连我都敢打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是胜利路无极天尊 你都敢打我 看你是活腻了 说完又一拳便冲了上来 孟瑶大惊 闫目哥小心 男主轻轻抓住他的手 就你这三脚猫的功夫 也配叫无极天尊 男人大叫 好通通哦 你快松手 臭小子弄伤我兄弟 老子今天非非了你不可 你们是来要钱的吧 要是敢再动一步 就永远别想拿到 优贺 小子 你能替他给吗 哥你别信 一看他就是穷光蛋 老大不还急着要钱吗 小子 你知道那是多少吗 五十万 就你这熊样 你能还得掉吗 三天 我保证五十万一分不少 那可以啊 还有老子兄弟的医疗费 再加十万利息 到时候 如果还不上的话 老子要这小牛底债 三天后我把钱带来 但你们要给他跪下道歉 好啊 我们老大可是复达地产的老板 你要是还不上 到时候他亲自卸了你的两条腿 说完 两人便离开了 这时 系统突然提示 本次任务关键词 复达地产任务 剩余二十小时 借宿主尽快完成任务 宿主生命与生存店相关 目前生存店数值较低 宿主的身体将随即出现不良症状 剩余生存店 一点 复达地产就是那个快破产的房地产公司吗 而且我的生命由生存店来决定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 不过是个虚拟数值而已 严木哥都是我不好 我去哪他们都能找上门来 还拖累了你 男主摸着女孩的头说 梦瑶你放心 钱不是问题 三天后我定要他们给你道歉 别想那么多了 先回家吧 这时男主感觉自己头晕目眩 就快要倒下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难道是生命值太低的原因吗 梦瑶也惊讶 严木哥 你是不舒服吗 男主直接一头栽进梦瑶的方向 然后就是这个画面 小编替他解释 真的是头晕 而非有意 严 严木哥 你是不是生病了 梦瑶 我不是故意的 可能是中午没吃饭有点脱力 女孩面红耳赤 没 没事 我去给你弄点事的 男主看着手中的系统心想 这就是随机出现的不良症状吗 看来这个系统真的会支配我的生命 我必须要抓紧完成任务了 这个男人有多幸运 重申回到八年前 既然收购了即将倒闭的地产公司 几年后他就是整个江城市的审司 或许那时还不止 画街上回 男主严木不小心把梦瑶扑倒 就在两人很尴尬的时候 小编帮忙把画面一转 画面来到方家这边 方雨雪母亲问 怎么样 他还没接你电话吗 没有 一直打不通 男人直接上前就要给方雨雪一巴掌 没用的东西 连个男人你都管不住 杨你有什么用呢 老方 你先别急 你们不觉得严木这小子今天有点不对劲吗 好像是有点不对劲 平时对小雪是百亿百顺 怎么突然就变了 该不会是严木发财了吧 小雪 为了你自己的幸福 亲自过去一趟吧 万一他被别人抢走了怎么办 如果真是发财了 那我们就再加财 把他的钱全部都变成我们 没错 再看看他把小雨打成什么样了 怎么也得有个说法呀 方雨雪无奈 那好 我这就过去 严木他一定有事瞒着我 他以前绝对不会这样对我 画面来到严木家 两人刚吃完饭 男主切了水果给梦瑶拿了过去 来 先吃点水果吧 这时 他家的门被人给敲响了 梦瑶说我去开门 开门后发现是男主的前女友方雨雪 雨雪姐你怎么来了 方雨雪进门就大吼 严木你给我说清楚 你为什么要丢下我 男主无语地说 你还来干什么 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是我话说的不够清楚吗 还是说你女家 或者你那个视力眼的妈还不死心 方雨雪指着男主 你不应该这样的 你说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 明明已经凑齐了台里却又反悔了 我外面没有人 但是我们之间是绝对不可能的 看在这么久感情的份上 最后给你一句公告 尽早离开你的那个家 也许你还能活得自在一些 方雨雪转身怒气冲冲地走了 严木你这个混蛋 我会让你后悔的 严木哥 你和雨雪姐怎么了 心想这严木哥不是跟雨雪姐十分恩爱吗 怎么突然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没什么 我出去一趟可能今晚不回来了 你今晚就在这里住人 这么多年的感情怎么可能说忘做忘 算了 出去看看有什么商机可许 就当散心了 很快到了晚上 将城市街道旁彩票店为满 您就是本期双色球三等奖的得主吧 我们发现三等奖与一等奖选号只差了一个数 您感到可惜吗 果然爸也来对奖了 我只想给我儿子买包 然后让他结婚 还好我一直守在店里 先对完了奖 被这群记者缠上了少不了麻烦 报纸上说复达就要倒闭 看来系统的意思应该是让我收购复达地产 照目前来看 复达地产的确是最方便投资的企业 如今人人都不看好复达的位置 可谁能想到以后整个江城市最大的商都就在这 只要我盘下复达 几年后我就是江城市的首付 没错了 这一片的地皮就是我创业的起源地 我赚钱的机会就要来了 天哪 系统提示这个男人的生命只剩下十秒钟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终于完成了任务 化阶上回 男主准备去收购复达地产 很快到了第二天早上九点二十分 男主来到复达集团 复达不是破产了吗 怎么还有这么多人在这里 难道是有人提前下手了 而此时的系统却提示 主人 名利任务戒指只剩一小时 见宿主尽快完成任务 否则将失去生命 生存点极低 宿主身体将随即出现不良症状 生存点 一点 糟了 我的心脏好痛 要不是为了去银行把现金的支票提醒 哪会浪费这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我现在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旁边的工人说 让一让 把横幅给我拿过来 男主上前询问 你们这是 害小伙子 我们是在倒罢工 拖欠工资不发都快小半年了 工地拖欠工资不是常有的事吗 这次怎么闹得这么大 我们听说大老板已经卷钱跑路了 二老板孙瑞赔得很惨 欠了一屁股债 根本就没钱发工资了 现在大家就是要讨个说法 把钱都要回来 什么 大老板跑路了 你们消息可靠吗 这是公司内部传出来的消息 那孔瑞今天来了 我们都在这堵着他们好 谢谢大叔 说完男主也挤进了人群 完了生命值不到一个小时了 不过我还有机会 我能重活一次 我才不要那么快就死掉 我必须要活下去 旁边的工人都大喊 孙瑞还我血汗钱 今天不把工资掏出来都别想走 拖欠农民工的工资 你们还是不是人呢 旁边的男人大怒 卧槽 这帮毛人一群疯子似的 都不要命了 孔总 要不我们联系点人过来 把这群人给教训一顿 他们就没脾气了 有什么用 外面几百人 你也打算叫几百人过来吗 有死伤谁负责 这时 男主敲着他们车子上的玻璃 混蛋 什么玩意儿 而此时的系统又提示 宿主声明报机时 限制剩余二十五分钟 仅尽快获取生存电 男主直接开门上车 你是谁 谁让你进来了 给我滚下去 你是孔总是吧 我叫严慕 我有正事而找你聊聊 我说话你没听见吗 我让你下去 再不下去你后果自负 我接下来要说的事情 将关乎孔总后半生 是否在牢里度 你确定要我滚 我呸 你无非就是跟外头人一样 想来要工资吧 小伙子拖欠工资的事情 我也不想看到 但我已经在想办法投机了 你现在逼我也无济于事 孔总误会了 我是来给你送钞票的 孔瑞摘下眼睛惊讶 什么 你什么意思 就是我帮你补上 所有的经济亏损 包括拖进了工资 但是我要收购复打地产 并且以后我是这里的老板 话接上回 男主说他要收购复打地产 而孔瑞以为他在开玩笑 小伙子 你可知道项目的经济亏损有多少 别说收购 光是填补工资 对你来说就是天文数字 我没那么多时间跟你们在这好 直接说个数 此时的月之眼又提示 人物倒计时只剩十分钟 没有五千万 休想打负打地产的主意 只要五千万嘛 那感情好 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家伙 就敢在这里大言不惭 李彪给我送客 小子装什么不好 你以为这是郭家家吗 男主直接把李彪给按倒在车上 让他动弹不得 看这小子穿着 既不像练家子 也不像土豪 既然能制住李彪 就当两人快要动手的时候 孔瑞说 等等小伙子 我孔瑞 虽然现在拿不出那么多资金给员工 可也没有闲工夫跟你瞎胡闹 你要是拿我开刷 可别怪我不客气 你放心 这块地就算是五千万我也要 甚至马上就可以把资金付给你 心想 新闻里还说 孙瑞手里还有好几块地皮在这个片区 如果现在全部都收到手 以后可以翻倍的赚呀 你名下所有的地我全买了 什么 小伙子你不会是来糊弄人的吧 心里想着 之前要不是我一时冲动 也不至于这几块地皮全都砸手 他真能把地皮买走 那可真是解了我燃眉之急 孔总 你看我像开玩笑吗 话不多说 你开个架吧 而此时的月之眼又开始提示男子 人物大几时只剩五分钟 你说真的 旁边的李彪心想 这小子疯了吧 谁不知道那一片地价疯狂贬值 既然愿意出高价收 这不是缺心眼吗 月之眼再次提示 人物时间不足三分钟 宿主的武感即将消失 以示惩戒 若时间截止 任务尚未完成 宿主将当场去世 怎么样孔总 想好了没 孙瑞欠下一大笔债 恨不得马上脱手 不打我志在必得 行吧 两千万 只要你能拿出两千万 这块地皮我立马转让给你 你说什么 完了我怎么听不见了 我的听觉完全消失了 快直接办手续吧 我赶时间 他刚刚手指应该说的是两千万 李彪快跟严总把手续办了 月之眼再次提示 人物到几时十秒 宿主的生命力正在缓慢流失 完了 视觉也快消失了 十秒钟我一定能把这份合同签下来 就在还有三秒钟的时间 交易成功 月之眼没有说时间结束 我应该算是完成任务吧 为什么还是感觉浑身力气都在消失 我的人生才刚开始 怎么能死在这里 恭喜宿主完成新手指导任务 获得奖励生存电视电 额外奖励生存电三电 结束初级系统商城 生存电剩余十三电 男主松了一口气 终于赶上了 天哪 我竟然又碰到上一世老婆方雨雪 也是这一世的前女友 此刻 她正被一个油腻大叔卡着用 看样子是被家里逼迫的 画街上回 男主的生命值还剩三秒的时候 任务显示完成 生存点也从一点涨为十三点 索性捡回一条命 这时 一旁的员工直接一块砖头砸向车内 今天不发工资 你们哪都别想去 不能让她走 她走了 咱们上哪再去找她呀 李彪转头问 孔总 你没受伤吧 这怎么办 要不我们还是联系人过来把他们赶走吧 严总您看着怎么解决 既然资金已经到账 那你直接把工资发给他们不就行了 男主心想 身体终于慢慢恢复了 不过只有十三个生存点 也就是说我还有十三天 不知道下一个任务什么时候发放 我必须自己想办法展生存点才行 按严总说的 告诉外面的人 今晚就给他们发工资 这时李彪开车门下去 拿着喇叭大喊 都听好了 你们先回去 老板说了 欠你们的工资今晚就发 旁边的员工不可思议了 真的假的都拖了小半年了 今晚所有拖欠的都发吗 算了 再给他们最后一个机会吧 反正他跑得了和尚跑不了量 接着人群终于散了 几人松了一口气 终于走了 洪总 我们现在怎么办 咱们直接回公司 让严总去看一下我们的规划图 很快来到复达大厦 男主若有所思地看着江城市的地铁 严总 这规划书是我们之前做的 那个规划书就不要了 这边画圈的区域暂时都空着不要动 然后这块地皮买下来 还有这个地方 严总 城东这块地位置太便 也全是荒废的地块 虽然便宜 但实在没有利用价值啊 说难听点 这块地白给人家都不愿意要 你不用管这个 听我的就行 心想城东这块地附近会建好几所学校 用来建一个商业区再好不过 这块地买下来以后建大型商场 特色小吃 男主脑海中浮现出各种规划 这些地方的装修一定要特别有风格 年轻化 找施工队的任务交给你 不求快 但必须稳 而且质量必须要过贯 严总你放心 这些都交给我 放心 跟着我好好做事 我不会亏待你的 而且你要相信我的判断 对了严总 今天Exo酒店有个投资会 听说有很多项目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我可以陪你去看看 闫目心想 投资会 生存点来源于我的收入和投资 如果能顺利投资 应该也能得到不少生存点 必须要去看看才行 很快来到Exo酒店 你好 请问今晚的投资会在几楼 这时 旁边一个声音传来 方小姐 男主转头 竟然是前女友方于许 她来这里做什么 旁边一个男人直接搂着她的相边 上次见你还是三个月前 今日见面 没想到方小姐变得更漂亮了 方于雪无奈 要是闫目能乖乖地把彩礼拿出来 哪里还需要我来应酬这样的臭男人啊 方小姐走路怎么还能出神呢 我扶着你走吧 说完手就开始不老实 方于雪也看到男子 两人对视一眼 氛围有些尴尬 旁边的男人心想 莫非这小子和他是旧时 想不到我和他才分手走 就穿成这样来陪其他男人 算了也不管我的事了 这时男人上前直接撞了一下男主 闫目转头 你干什么 呵呵干什么 你小子站在路中间挡别人的路 年轻人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这可不是你这种穷小子该来的地方 男主不理会那丝直接问方于雪 你穿成这样来这里是自愿的 你这混蛋胆子不小呀 也不看看我是谁 既然当着我的面就敢帮我的妞 快看 眼前这个漂亮女人是男主的前妞 此刻竟然无奈地在其他男人怀中 故事是怎么样的我们接着讲 你和她是什么关系 方于雪直接转头 已经与你无关了 小子 听到了没有 就凭你想追这么漂亮的女孩 还是照照镜子看看自己几斤几两吧 还以为最初的方于雪还是一个单纯善良的女孩 看来真的是我看走眼了 算了 反正已经分手了 随便她吧 很快来到酒店十四楼 投资会现场 月之眼提示 系统任务 仅宿主在今晚投资并签下一个企业 奖励十点生存店 签下一个企业还不简单 有孔瑞事先做过调查 好几家后来飞黄腾达的企业都来到了这 他们必是我的囊中之物 这时一只男人挡住了男主 站住 怎么还跟个眉头苍蝇式的闯呢 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闲杂人等是不能进去的 我当然知道 这不就是个投资酒会吗 还知道是投资会呢 那你知道这里头都是什么人吗 都是有头有脸的人 出手都是上千万的大老板 就你这样有资格进去吗 我也是来找企业投资的 穿成这样装什么老板吗 打扫卫生发家的老板吗 对不起 这里没有家政服务公司 你该干嘛干嘛去 别在这里捣乱 想不到投个资还要从衣服看人 这次直接跟旁边的男人打起了招呼 马总 悠喝 这不是刚才楼下的小兄弟吗 怎么就两句话的功夫 你还跟上来了 就是啊 马总这小子不知道是哪 好像听不懂人话 我怎么说他都是不走 还说要进去投资 就你这副德行 还学人家投资 有这功夫不如想想怎么买件像样的衣服 总比在这儿丢人现眼的强 小伙子脸皮后点是好事 只不过你用错了地方 比如追女人 光脸皮后有什么用 得有资本 况且我马东身边的女人 也不是你这种人能觊觎的 闫目不理会这次 直接就要往里边走 男人立马拦住 不是说了不让进 这人到底怎么回事 而这时 旁边又传来一个声音 哎呀 孔兄来了 好久不见了 你这样做是为了钞票吗 方雨雪说 跟你已经没有关系了 钞票就这么重要吗 为了钞票你什么人都肯跟 还值得你穿成这样 用身体来换 方雨雪无奈转身 这货直接说 孔兄你公司听说被贵人收购 不仅止住了之前的亏损 还正好往好的方面发展 真是可喜可贺 确实是这样 我也是运气好 本来欠款筹的我每天睡不好 没想到竟然出现这样的转机 马总 最近生意怎么样了 不行 整个公司的情况都不太好 我可没有孔兄你这样好的运气 孔兄 咱们关系一直不错吧 你看能不能也拉兄弟一把 把那个贵人也给介绍一下 而这时孔瑞发现了男主 马总 我还有事 咱们改天再说 接着便向男主走过去 严总 你怎么没有进去 这货直接移过 他既然叫那个小子严总 这是什么情况 快看 这个地产大亨 既然称呼旁边一个少年老板 故事是怎样的 我们接着讲 很快几人来到投资酒会的现场内 芳于雪惊讶 严慕不过是个业绩平平的小职员 怎么可能让大老板管他叫严总 孔兄 你莫不是糊涂了 怎么叫这个黄毛小子老总 马总不可以冒取人了 严总现在是我复杂的大老板 你说他是收购你公司的老板 没错 他就是我公司的严总 那个我刚才说话有些事态 小兄弟千万不要放在心上 刚才确实是不知道您的身份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孔总别浪费时间 咱们进去吧 严总 今天这件事是我不对 你有什么事以后直接吩咐 我保证做到 为了表达歉意 一会儿投资会结束 能否请你吃个饭 男主转头看着这会儿 马东是吧 这货点头哈腰 男主用了一个滚字 然后不理这丝了 卧槽这家伙太嚣张了 给你一点面子还蹬鼻子上脸 真以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 回头看老子怎么收拾你 很快来到投资现场内 严总 这次投资久会你有目标吗 暂时还没有 先看看吧 先前想好几个企业 已经围满了人 看来机会已经不大了 而这时 一个叫星云集团的小公司 竟然吸引了他的眼球 没想到还能遇上 前世互联网的龙头企业 不过现在只是个小公司 旁边一个帅气小伙 递上了名片 这位老总 我们星云集团 是以互联网产品为主 主要是坐入油气 这是我的名片 张鹏月可是 星云集团的创始人 既然放低身段 亲自来招揽投资商 看来他的成功 并不是没有道理 严总路由器 这东西之前 是国外生产的 国内估计没什么市场啊 确实是这样 路由器这种东西 太超甜 国内不一定起得来 有个资本 还不如投资电脑运件 就是现在上网 又不是很贵 大家既能用得起互联网 还差这点网费吗 各位老总 我知道你们对路由器 前景不太看好 但请相信我 几年后 无线网很快就能占领市场 这种前景不稳定的产品 只有傻子才会投资 按理说 这种小企业 都没有入场资格的 他是怎么混进来的 而男主这是说 我投1500万 给你们公司的路由器 什么严总 你这也太草率了 可要三思啊 你说要给我们公司 投资1500万 我的天哪 对 你没听错 我很看好你们公司 虽说星云集团 现在还没有露出锋芒 但随着互联网的发展 相信不久的将来 一定有一个辉煌的未来 您说的没错 旁边这伙直接说 放屁 他啥本事没有 就会吹牛 刚才在门口 他就已经胡乱吹了一通 马兄 你认识这位小兄弟 认识他的名字 都觉得污染了我的耳朵 他这种人配我认识吗 马东 我们也算是半个同事 我不想说过分的话 但是你最好也收连点 别在这里胡言乱语 对了 你要不提这事 我都忘了 大家都知道 我们同在华夏龙腾集团旗下 孔瑞负债累累 还故意拖欠员工工资 而他竟想拿子公司去套鞋 自己私吞这笔资金 然后离开江城 啥 竟然还有这种事 原来孔瑞颜木是一秋之河呀 那颜木必然也不是什么好人 所以你要放聪明点 就不应该当他的人 孔瑞被他气得说不出来话 你就这么自信 我没有一千五百万来投资吗 我马东向来自信 尤其是在你这种人面前 心想 我可从来不认识什么颜木负二代 而且买下富达他能剩多少资金 既然这样 你敢不敢跟我打个赌 赌我能立马给星云投资一千五百万 赌富达的真相 赌就赌 你绝对没资金给星云投资 这个赌约你输定了 马总够爽快 不过要是你输了 你就要当场给我跪下认错 然后扇自己三段耳光 并且把富达的事说清楚 当然 我输了 惩罚也对你赵总 怎么样 颜木这小子肯定没资金给星云投资 但凡事总有个意外 万一输了 我的荣誉和名誉可就不保了 优贺马总 怎么 难道不敢赌 害怕了 这是一个声音传来 马总 大家都等了半天 就想看好戏呢 你可不能在这时候扫了大家的兴致 你说是吗 来人正是唐宁 这个唐宁可是江城市第一大家族 堂堂的唐家的二少人 那个唐少 你怎么来了 颜木看着来人 唐宁是江城市唐家的负责人 上一世星云集团的原材料 就是从唐家购入 如果能跟他认识 那应该对星云以后的发展肯定有名 你们不用管我 可以继续 唐少说笑了 我们在这下胡闹呢 没打算赌什么 让唐少见笑了 马总 你这样可就没意思了 今晚好不容易碰到个有趣的事 我一来你还提前结束了 怎么 你这是对我有意见吗 这货直接白水 那个 不敢不敢 唐少 您误会了 我敬佩您还来不及 怎么可能对你有意见 我们赌就是了 颜总你可三思啊 难不成真的要跟马东打这个赌 当然要赌 我的银行卡了 方雨雪这时走得上来 我劝你不要在这里丢人了 赶紧走吧 心想 看来颜木发财只是他开的玩笑了 而且因为他竟然还被马东丢在门口 马东这伙直接搂过方雨雪 方小姐 你看到了吧 这种只会吹牛的人根本就靠不住 事情都到这份上了还不肯认输 既然还在装 吃错不改 网为人了 而颜木突然掏出银行卡 找到了 张总 做人和经商一样 都是讲诚信的 我这里卡里有足够的资金 如果你同意合作的话 我现在就可以把投资款给你划过去 好的 我同意合作 等等我去拿一下Post机 心想没想到这个年轻人竟然衣着朴素 但举手投足兼稳重人家 是个值得信赖的人 马东直接抢过银行卡 你小子还真装上勇啊 各位说说 一个随手能拿出一千五百万的人 竟然还用得着这种普通银行卡 这说出来谁信呢 对了 如果卡里有几千万一般早就银行的贵宾卡 怎么会用这种普通的卡 旁人也大惊 是啊 这是什么情况 男主抢过银行卡 有没有刷下不就知道了 结果往Post机上一刷 显示余额不足 哈哈 我就说嘛 事到如今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这张嘴就是一千五百万 严慕你不当演员都对不起你现在的演技 旁边的孔瑞也惊讶 严总这是怎么回事 男主心想 这怎么会余额不足吗 星云老总也尴尬 难道他真的是一个闲人 特地来消遣我的 可他言辞看起来不像是骗子 严慕 我马东也不是不讲理的人 看在方小姐的面子上 跟我说声对不起就行了 下跪就算了 年轻人 做人最主要是讲诚信 愿赌胡书吧 既然唐少都这么说了 那我不可能跟唐少做对 一切由唐少做对 马东 我看事情没有那么等待 咱们都知道大楼交易室 银行系统也可能出问你 我现在联系银行方面 让他派个专业人士过来看看如何 不行 一会儿老子还有事呢 哪有空陪你在这后 保安呢 过来几个保安快点 马总 孰是孰非等银行员工 来了自然水落石出 你这么着急 是怕到时候发现卡里 真有这么多负金 你下不来台吗 这个男人到底有多强 既然一秒钟就干倒一群人 故事是怎样的我们接着讲 老子堂堂一个公司老总 会怕你这个矛头小子吗 保安问 马总有什么吩咐 给我围住那小子 最后给你个机会 你要是不肯下跪认错 今天就打到你跪为止 现在说这个是不是早了点 何况我没有输给你 为什么要下跪 我看该跪下的人应该是你 难道还真当我好气负不成 真是不见棺材不掉类 保安 把他给我按在地上 让他立即给老子跪下认错 李彪直接上前 我看你们谁敢动严子 心想 我一个人打两个还行 这五六个要怎么收拾呢 男主一瞬间直接打倒几人 一群杂鱼 卧槽 天呐这眼总还是人吗 小子 你要有种就给老子等着 除了有点蛮力和吹牛 你简直一无是处 方雨雪惊讶 岩木什么时候这么能打了 看不出来这小子速度这么快 转眼就能解决好几个保安 这还真是人不可冒想 大家让一让 我们接到孔总的电话 过来查一下情况 我的事情没办完 什么工作人员来了都没用 唐少说 既然都来了 也不差这几分钟 就让他检查一下 到底是怎么回事 也让他输得心腹口腹 看在唐少的面子上 我给你这个面子 如果真是你的问题 我会让你死得很难看 这事银行的人员 直接在电脑上操作了起来 可是余额还是显示为零 然后问男主 先生 请问您最近流水资金 是否达到五千万以上 男主说 我最近是超过了五千万交易 先生是这样 银行卡资金流动太大 是有可能被冻结的 只要您的资金来去都是合法的 就能为您解冻 并且我们还会为您升级服务 旁边马东跟方雨雪大惊 我的资金来源都是可查的 像现在这种情况 我还能继续转账吗 旁边马东大陆 你们是不是孔瑞海来的托 就他这副德性能流水达到五千万 你骗鬼呢 这是我的名片 上面有我的信息 如果您还是存有疑惑 我报给您我的公号 您可以打电话去查询 先生 您的银行卡已经可以正常使用了 等您有空的时候 可以到银行来办理您的定制金卡 什么 定制金卡 有个朋友流水资金也不小 想办这种卡 可是没有资格呀 马东现在慌了 不行不算数 这不算数 除非他现在就给星云转账 否则他还是输了 男主冷笑 你还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啊 接着男主拿着卡项 怕司机刷了过去 严总 交易成功了 马东 你现在还有什么话说呢 你们 你们这是看我不顺眼 想对付我吧 肯定是你们作弊 我不可能跪 男儿膝下有黄金 这时唐少上前就是一脚 把马东给踹倒在地 唐少 您这是干什么 你是输不起吗 刚才是谁说的 知错不该枉为人 干你现在该干的事 别耽误我的时间 我有眼不识泰山 我不该惹严总 请明大人不计小人过呀 还有呢 你是不是忘了点什么 没有啊 下跪三八掌道歉我都干了 傅达的真相呢 不然你打算一直让孔总被黑锅吗 孔瑞立马给男主道谢 多谢严总 我说 傅达已经被收购了 是我羡慕极度孔瑞的运气 他胡说的 旁人恍然大悟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严慕我记住你了 你给我挖坑 早晚有一天我还会回来的 这马东真是会搬弄是非 谁跟他做生意不知道的被坑成什么样了 严总 感谢您给我们星云集团投资 星云集团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男主上前对唐少说 今晚多谢唐少帮忙 以后有什么用得上我的地方 您尽管开口 芳于雪心想 严慕真的发达了 可如果不是他 我今天怎么可能站在这里 这一切根本都不是我的错 天呐 眼前这个妹子 她既然是个女人 因家里的原因不得不奉承巴结一些男人 故事是怎样的我们接着讲 话接上回 芳于雪心想 严慕真的发达了 可如果不是他 我今天怎么可能站在这里 这一切根本都不是我的错 回想起父母强迫自己今天来见马东 家里的人全部都把自己当摇钱树一样 全是因为有个不争气的弟弟 为什么这一切都要我来承担 小编觉得芳于雪真的有点可怜 芳于雪转身便离开了 唐少这时给了一张名片给男主 能预见也是缘分 以后有什么事可以联系我 这十月之眼提示 恭喜宿主完成任务 获得奖励时生存店 荣爱奖励一点生存店 建议宿主表现良好 从现在开始 宿主每次赚取生存店数量的百分之十 将被系统提取 以备升级线 线生存店23点 男主看着眼前的月之眼 心想 什么意思 这个月之眼不仅控制我的生命 还要从我这里收手去走 这时李彪惊慌地说 严总 红总不好了 公司那边的工人又闹了起来了 不是让你找财务把工夫发下去了 怎么又开始了 这些人是得分进士 工资已经发了 他们现在又堵在公司门口 说公司转手了 以后没活干怎么办 严总这怎么办 这新工程还有一段时间才开工 我们不可能就这样养着他们吧 男主心想 那先回公司看看吧 杭绍张总 我有事先离开了 很快来到复达大厦 门口围满了人 几个混混大怒 你们真是不知好歹 工资都发了还不快滚 让我们见孔总 工资是发了 可工程说停就停 那我们以后怎么办呀 没错 这样我们不就相当于突然失业吗 接着把混混推倒在地 混混直接拿起刀大怒 你敢推老子 看老子怎么收拾你 接着上前一刀刺进旁边人的身上 天哪你们竟然敢动刀 快叫救护车 这时男主跟孔瑞来到门口 怎么吵成这样 进去看看 让一让 严总和孔总过来 小混混说 你们拿了工资还在这里吗 不给你们点教训是不会的 老子看谁还敢硬闯 大哥说的对 不想挨打就趁早滚蛋 别把孔总的门口弄脏了 旁边被捅男子捂着肚子 艰难的说 你们这些混蛋东西 孔总来了 这是谁干的 孔总 我们这可是高明立威 大不了赔几万块钱就是 男主说 救护车叫了吗 叫了 但是救护车过来还要十分钟 他血流的这么厉害 要撑不住了 工程一平 我们好多人都没法干活了 我女儿病了 医生说要做个小手术 我工作没了 剩下手术费可怎么办呀 男主想着上一室附庭 为了给自己后台里的总体进行 心想这些人真的不容易 旁人讨论 是啊 有工友已经去找别的工作 可现在找个活也很不容易 这时 一个工友喊道 糟了 断气了 救护车怎么还没有到 孔总 这怎么办 先把这两个混蛋给我绑起来 彪哥 今天由我兄弟俩出事 以后没人敢在这儿闹事 彪 彪哥 你这是做什么 我们做的不对吗 怎么孔总就找到你们两个总工去 天都快被你们捅下来了 男主上前摸了一下 月之眼回复 还有气 不过没救了 男主眼目终于解锁了月之眼主神系统商店 距离解锁月之眼系统小姐姐又进了一步 话阶上回 男主上前摸了一下 月之眼回复 还有气 不过没救了 男主看着眼前的月之眼系统心想 他能控制我的生命 应该有办法救别人吧 月之眼有办法救这个人吗 他不能死在这里 在系统神奇后 系统商店将上下附身药品 宿主可用生存点换取 男主点开商店商城 商城内只有力量 敏捷 体力三种药丸解锁了 现在根本没有用 还有其他办法吗 月之眼回复道 男号生存点按分钟数延续此人生 为确保他能活下来 经系统计算 宿主将消耗12点的生存点 如宿主确定救人 请回复确认 此功能只能使用一次 请宿主慎重考虑 男主想都没想 直接点了确定 眼睁睁地看着他死掉 和那两个人渣又有什么距离 而且他死在这里 对一个新楼盘来说影响太大了 这时月之眼提示 宿主生存点减12点 剩余生存点11点 这时 公友终于有了呼吸 太好了 有救了 坚持住 救护车很快就到了 严总 红总 这两个家伙绑好了 这俩人惊慌道 红总 彪哥 我们这也是为了公司好啊 你们不能这样 男主说 为公司好 你们公然行凶也是为公司好 而两个混混直接认出了男主 就是上次去孟瑶家收账的男人 你这小子是拿不出钞票来求我们红总了吗 严总 这是怎么回事 你自己问问他吧 李彪上前就对这家伙一脚 少细皮笑脸的 是这样的 这小子阿姨打麻将欠了五十万高利贷 他还说自己还得上 明天就到了还款时间呀 是啊 孔总 这小子就算还不上也不要紧 他妹妹很漂亮 卖到黑市去怎么也值个百八十万 孔瑞直接大怒 你们是把公司当做黑市利吗 你们这是想害死我吗 严总 之前公司的情况你也知道 马东说他们有门道能弄钞票 让他们跟我 我也是没办法就随他们去了 但我没想过要害人呀 男主心想 又是这个马东 是的 但现在傅达被您收购了 已经没有外债了 男主上前对着这货就是一酒 这两个家伙这段时间没少欺负我们公友 真是天道轮回呀 这年轻人竟然就是收购公司的老板 这时 救护车赶到了 都让一让 很快把公友便抬上了单价 索性及时 就是需要马上输血 大家不要躲在路上 孔瑞心想 还好没出大事 严总接下来该怎么安排 男主说 先把这些民工安置好 可是严总这 今天做的企划不用另找工程队了 把他们留下来 这样也不用担心工作的问题了 之前欠我们半年的工资 我们要是留下 以后还会拖欠工资吗 是啊 下次你们再拖欠工资直接跑 我们又上哪去找你们呀 男主说 你们不用担心 公司会和你们拟定劳动合同 确保工资正常发放 也保障你们工作时的人身安全 并且年底可分红 男主心想 上一世父亲在工地摔断了腿 因为没有合同没有补偿 就这样瘸了 听说那些工作体面的人才能签合同 要是公司不能按照合同上的做 是要罚款或者进局子的 那可是个好东西 大家看 这个男人既然被月之眼 吸入另外一个空间内 还被迫接受主神的传承 故事是怎样的 我们接着讲 话接上回 男主刚接手公司 就给下面员工最好的福利 李彪无奈 孔总 我头一次听说 民工还要签合同分红的 照他这么做 公司迟早垮掉 可公司没他的话早垮了 他是有资金有本事 那也不能瞎弄了 你看他今天投资的公司 还有这些 那是不是脑子进水了 接着转头说 这两个家伙怎么处理 交给严总处理吧 男主说 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 要保证公司的声誉 以后不会有坏处 还有今晚受伤的民工 他们的医疗费公司承担 以后不能再出现 这样的情况 好的严总 那后续的事情 都由我来处理吧 我保证不出问题 好了 我先回去了 李彪送严总回去 男主摆手 不用了 我自己走 这小子是个有目标的人 他确实比我们 更擅长经营 再等等吧 也许你会对他有所改观 我们都相信他一次 男主很快到了家门口 心想 难道爸妈今天回来了 孟瑶上前问 闫木哥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我公司有事情要处理 所以晚了点 闫木哥 我发现你比以前工作 更努力了 是不是因为要和于雪姐姐 结婚了 所以要加倍赚钞票呀 你别胡说八道 我明天带你去个地方 心想 前一世 孟瑶的愿望是小租大房 现在终于能让他实现愿望了 什么地方呀 能告诉我吗 不行明天去了 你就知道了 现在太晚了 该休息了 孟瑶心想 闫木哥这几天 神秘秘的好像变了一个人 夜晚 男主躺在床上心想 月之眼主神系统控制我的生命 还能延续别人的生命 它还有别的作用吗 还是仅仅而已 这时月之眼提示 能测到周围环境安全 宿主将进入月之眼系统空间 就在这时 周围的空间开始扭曲 宿主是否做好传承的准备 男主疑惑 传承 什么传承 男主低头一看 竟然能看见上一世的字 月之眼继续提示 宿主的重生引发了时空崩塌 宿主每天消耗的生存点 同时用于维护时空稳定 但时空受到外力影响 现在需要宿主接受主神的传承 否则整个世界很快则会毁灭 男主直接惊呆了 不会吧 有这么夸张吗 突然 月之眼系统正在准备传承 男主大喊 为我还没准备好 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接着一道光辩 传入男主身上 男主看着手中的月之眼 这该死的从一开始就坑我 接着面前直接显示 传承完成 请宿主查看个人面板 生存点 十点 力让三点 拧结三点 体力三点 进阶属性 才 基础能力 气韵 神才 传承解锁百分之一 由于宿主的基础属性不足 暂时不能得到全部传承能力 男主抓头 真是坑货 算了 只要活着 总有一天能把所有的东西都搞清楚 很快到了第二天 这时梦瑶切好水果走在男主门前 心想 已经过了中午了 闫目哥怎么还没起来 是昨天太累了吗 接着男主开门出来 闫目哥 你不是说今天要带我去个地方吗 男主摸着他的头 差点忘了 过会我们就出发吧 很快来到将城市的街道跑 男主带着梦瑶向某楼盘走了过去 结果转头居然看见了方雨雪 跟上次那个马东 而此时的方雨雪举动 却有点不正常 梦瑶说闫目哥 他们是要去酒店吗 雨雪姐好像有点不大对劲 他这是怎么了 那是他自己的选择 你不用管 接着便来到一个叫缆水湾寿房部 闫目哥 你们两个到底发生了什么呀 别说了 先去看房子 再晚点售房部就要下榜了 很快来到售房部 这是一个销售员正打着哈欺 先生您好 请问您是来看房吗 我要看别墅 先生别墅区您买不起 想看房去那边看小户行吧 只要付了首付 剩下的可以慢慢还 闫目哥 这可是盛天集团旗下的房子 太贵了 你真的要买 对 我要送你一套别墅 你不是一直想住大房子吗 孟瑶惊讶 送 送我一套别墅 旁边售楼员小姑娘说 先生 你知道我们这里别墅价格多少吗 你确定是来买我们别墅的 是的 我要买别墅 旁边人若有所思地盯着两人 把孟瑶搞得极为尴尬 闫目哥要不我们还是走吧 就你这浑身上下的衣服 加上都没有两百块 还想买别墅 孟瑶大怒 不准你这样说闫目哥 接着拉着男主 闫目哥我们不看了 我们走 闫目 是闫目吗 哎呦呦这么巧还真是你 我刚才看到你还有点不敢相信你 男主转头伸手 许飞很多年不见了 而这次却是有一副傻眼看人低的架势 你真是一点没变 我记得你家条件不好 衣服都是地摊上买的 你随便一件衬衫都能穿好几年 男主问你现在在做什么 没记错的话 许飞做了点小生意 但没几年就扩敞了 这货说随便做了点小生意 想多买几套房子背着 你也来看房子吗 要我说那小户行就别买了 说出来丢人 旁边小姑娘也说 没错 房子也象征着每一个人的身份地物 住小户跟住别墅的人自然不一样 像许老板这样的 才是青年才俊 这会迎合到 没有没有 我也只是手里有几个闲置的资金吧 一会儿我还有个生意要谈 闫目 我看你应该不忙吧 不然房子让我先去 不耽误你时间吧 好吧 我也没什么事 你先来 别耽误你的声音 梦瑶大怒 你们实在是太欺负人了 旁边的销售直接不理两人 跑去给那个许飞介绍起了房子 男主说 梦瑶 我出去打个电话 一会儿就回来 男人说 不用说了 就这套吧 我赶时间 现在就要 先生 这套房要两百万了 您现在就要 心想 只要一敲定这单 自己就能得好几千块的提成 没错 我现在就有什么问题吗 这个闫目一直成绩比我好 野兽女孩欢迎 现在终于有机会压她一头了 看她拿什么跟我比 转头看着梦瑶在那里 接着便上前问 严慕了 是不是丢不起这人跑 男主这时走上前 我要买房这么会跑 只是有点事 就你这样 准备买什么样的房 哦对了 严慕你爸还在工地吗 让他来我这儿 我让他少搬几块砖 每个月多给他几百块 看你混得这么差 这么可怜 帮一帮你就当鸡得了 梦瑶直接对着这货就是大吼 这货直接摆手 一副很牛的样子 男主拦住梦瑶说 算了 别跟他一般寄计 谁知这货直接上前指着男主说 我好心帮你 你倒是教育起我来了 旁边销售也嘲讽男主 说到底还是买不起 废话还这么多 就在这时 银行的人过来了 是来给男主送专属金卡 这时正好销售经理走了出来 都在吵什么呢 怎么回事 销售员直接指向男主 经理 这个人明明买不起咱们的房子 还在这里胡搅满城 男主拿出专属金卡 你说我买不起 经理震惊地直接上庭鞠躬 对不起先生 现在由我亲自为您服务 旁边女人还在大吼 经理 你干什么 他可是来捣乱的呀 先生 我的员工有眼不识泰山 刚才出言不许 还请您原谅 这时许飞这会上级 杨经理是吧 我可是你们这儿的大客户 你竟然敢无视我 许先生是吧 不知道你是否认识 严先生损失金卡 不就是一张破卡吗 我可是银行重点客 话没说完 发现男主手上的卡丁单了 而两人直接不理会这会 向别墅的沙盘走过去 我记得有两套别墅 正好属于黄金地带 几年后房价飙升 翻个几倍不成问题 中间两套别墅什么价格 这两套别墅价格是一样 都是一千万 严木卡一放 我全要了 孟瑶连连震惊 旁边销售直接上前 好的先生 我现在就去帮您办理手续 严木说 把卡放下 我让你动了吗 这两千万的生意 可以给任何人当业绩 除了你 经理这时直接指着女人说 阿珍从明天起 你就不用来上班了 这时 许飞也上来搭着男主的肩膀 想不到你现在混得这么好呀 而严木完全不理他 我直接大喊 干什么呀 刚才说叫保安把我赶出去 不也是您 我刚不是跟你道过歉了吗 保安直接架着这伙往外走 男主穿越后第一次英雄救命 而被救女子却是自己的前女友 话接上回 许飞正被保安架着往外走 男主问月之眼 气韵这个技能是可以查看别人的运气吗 怎么使用这个技能 月之眼回答 基础能力气韵速度 可以观测任货物的气韵 随心所想即可 基础能力身材 速度可使用该气能辨别宝物 这技能着实有点逆天啊 好 我明白了 只要我想就能看到别人的气韵 看来这两个技能真的蛮实用的 而这时 许飞身上冒着一阵阵黑气 这货还带大吼 严木你小子装什么神气了 你要是想通了 我们还能一起吃个饭 我看你浑身充满黑气 你自己还是小心一点吧 这货直接大怒 你居然敢揍我 算了 好心当做驴肝肺 而这时的销兽说 经理 我已经知道错了 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 经理直接说 你不用多说什么 去财务室把工资领下 女人直接跪在地上 说自己家里有人生病了 她不能没有工作 善良的梦瑶看到这场景 就于心不忍 严木哥 他真的很可怜 那算了 让他回来吧 大家都不容易 再给他一次机会好了 既然严先生开口了 那就再给你一次机会 好 谢谢严先生原谅我 我以后一定好好干 梦瑶的气韵是金色的 这一世他一定会过得很好吧 旁边的大妈说 多好的小伙子呀 年轻有为又大度 缺女朋友吗 大妈的女儿跟你年纪也差不多了 男主一把搂过梦瑶 谢谢阿姨 她就是我女朋友 我今天就是带她来买房结婚的 严木轻声说 我可不想去相亲 梦瑶你悄悄配合我一下 而此时的梦瑶 脸却羞得通红 男主惊讶 梦瑶你怎么了 脸这么红 严木哥我没事 这时 男主的诺基亚手机响了起来 竟然是方雨雪打开的 然后直接挂断电话 梦瑶问 严木哥怎么了 这时又收到一条短信 打开短信后 方雨雪说 我在盛天606房间 快来救我严木 心想 难道方雨雪不是自愿和马东去酒店的 严木哥 虽然我不知道你们到底怎么了 但现在雨雪姐有危险 不去的话一定会后悔的 这已经与我无关了 严木哥你在胡说什么呢 再不去就真的晚了 那你呢 没事 我就在这等你回来 你快去救雨雪姐吧 男主直接跑开 那我去一趟 你等我回来不要乱跑 而此时的盛天酒店呢 马东的上衣已经脱掉 看着眼前的方雨雪说 想不到你看起来挺瘦 没想到还挺沉 比我想象中的还有量 方雨雪此刻的要劲已经上来 惊慌道 你不要碰我 马东愤怒大吼 你家里人把你介绍给我 不就是为了让我看上你 是你自己答应来陪我的 现在还敢反悔 说着就要上去撕扯方雨雪的衣服 就在这时咔嚓一声拍照声 打断了马东 这货转头说 是谁 开门后 一个男主走了过来 原来是你小子 你是怎么进来的 你别管我怎么进来的 你刚刚做的事我都已经拍下来 马东大吼 谁让你这么干的 快把手机给我 男主上前就是一脚 这货直接在地上痛得颤痛 你这混蛋 敢打我 信不信我叫人收拾你 男主上前 又是给他一脚 你再说一遍 我说你怎么了 你小子给我等着 男主直接上前继续做正果 马东大喊 别打了我错了 再打就要破相了 这名漂亮的女孩竟然差点惨遭凌悟 索性严目及时赶到 来了个英雄救美 话皆上红 严目把马东直接踹倒在地 想不到你堂堂的一个大老板 竟然用这种手段 真是可耻 随后转头看向方雨雪 而此时的方雨雪眼泪汪汪 可怜兮兮地看着严目 严目震惊 这方雨雪到底怎么回事 难道是被马东吓药了 接着便报起方雨雪 我带你去卫生间洗一洗 顺便清醒一下 很快便把方雨雪 放在了装满冷水的浴缸之中 你有事再叫我 我先出去一下 而此时的马东心想 这个混蛋 竟然敢多管闲事 方雨雪可是亲自送上门来的 我看你到底能救他几次 严目上前对着马东的臀部一脚 马总 你就想这么走了吗 这祸转头 打也打了 人我也没碰到 你到底还想怎样 当初怎么把方雨雪弄进来的 你没忘吧 有监控为证 不怕的话 那你现在就可以走了 严目你小子到底想干什么 这祸以为严目跟方雨雪 联合起来玩心认同 但是又怕视频流出去 两人开始友好的交谈 而此时的方雨雪在浴室洗着澡 只听到外面两人说了一个四千万 很快 方雨雪清醒后 裹着浴巾走了出来 严目说 马总 你还不走 马东愤怒道 你这混蛋 老子今天时运不尽 算是栽在你手里 你给我等着瞧 严目转头说 你清醒了吗 方雨雪此时面带焦羞道 严目 刚才谢谢你了 严目摆手 你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 方雨雪上前拉着严目的手 严目你要花一千五百万投资星云集团 是真的吗 你不是当天都看见了吗 我当场转账给星云的 你怎么突然这么有钱了 对你来说钱比感情重要 严目甩开他的手说 现在你安全了 你自己想办法回家吧 接着便离开了 很快来到蓝水湾寿黄谷 孟瑶跟经理还在等着他 严目哥 事情已经解决了吗 放心吧 都解决了 这次多谢杨经理们 都是盛天的企业 你是我们的大客户 方明也是应该的 严目上前摸着孟瑶的头说 等急了吧 是有点 主要是快下班了 杨经理还一直在这里陪着我 行吧 那我先把款都付了 其他手续明天再办吧 耽误你太多时间了 而此刻的马东办公室 他的小弟正为他上着药 这货还骂骂咧咧的说 你们会不会擦药呀 马总 谁把你打成这样的 我们哥们两人找他去 还能有谁 你觉得谁能把我打成这样 难道又是颜幕坏了 我们几次好事 这次竟然欺负到马总头上来了 你小子轻点 别急 先去查查方家 我倒要看看方家这女人 到底玩的是什么花样 眼前这个女孩 由于男主原因 却改变了她的命运 而此时的方家 方雨雪她爸说 一整天了 小雪怎么还没回来 你这人真是 没回来不是好事吗 那肯定是让马总给看上了 刘小雪一宿 而这时 方雨雪灰溜溜的回来了 小雪啊 你和马总怎么样了 都这么晚了 我还以为你今天不回来 方雨雪说 跟马总没有谈妥 为什么没有谈妥 妈 我陪马东喝了一晚上酒 他在我的酒里放了药 还把我带去酒店 差点救 是颜幕把我救了出来 什么 又是颜幕 你们不是分手了 他干嘛又出来搞事情 他到底想干嘛 颜幕好像跟以前不一样了 他在投资会上投了1500万 听说还买下了一家地产公司 女人心想 看来他真的发达了 不行 绝不能放走这么好的女婿 但是我跟颜幕已经分手了 你这傻孩子 妈不许你这样说 他现在有钱了 你一定要把他带回来 听到没有 而此时的网吧内 方雨雪的弟弟正玩着游戏 旁边人说 哥们 你这水平可以啊 你不会是职业选手吧 没有没有 我就是随便玩啊 哪能跟职业选手 兄弟谦虚了不是 我看你水平不大一般 交个朋友 一起来两把1v1 不行 时候不早了 我要回去了 旁边一个混混 直接按住他的肩膀 我都看半天了兄弟 你玩得这么厉害 娱乐一下又怎么样 光是比赛多没意思 谁输了谁 就给全场兄弟一人买包烟 再管您了的人叫爹爹 那行 就按照你的办 我的技术要输还是很难 很快 两小时过去了 方雨雪的弟弟输的那叫一个惨 旁人直接嘲讽 没事 胜败乃兵家尝试 把心态放宽 这货直接就想走 旁边混混说 哥们 这就想走 做人得讲信用 我刚才啥都没说 别挡我的路 心想 真是晦气 女朋友催着要钱 现在还遇上两个骗子 旁边混混全部围了上来 想不守规矩 都给我坐着小子 画面来到爷木的家 看着面前少量的生存点 陷入了沉思 买房给了点 但昨天又消耗一点 怎么感觉生存点越给越少 这个月之眼真是坑货 这是月之眼提示 银系统已经提起了 升级需要的生存点 但如果是宿主将的话 应该没有问题了 你到底能升级成什么样呢 需要那么多生存点 月之眼升级后的样子 是根据宿主的想法决定的 不过升级后的月之眼系统 是有实体的 请宿主注意自己的思想哦 我的天哪 爷木摸着下巴 根据我的想法决定 突然 他的手机响了起来 竟然又是方雨雪打过来的 爷木无奈接过电话 对面说 爷木呀 阿姨跟你说个事 什么事 心想 这家人到底要做什么妖啊 接着把手机往旁边一放 爷木 你不是一直想要去我们家小雪吗 也不是不行 但我们家有两个条件 首先你把你所有卡 必须上交到我手里 然后进了我们方家的门 就是方家的人 家里谁有个事 你必须无条件帮忙 不能推辞 只要你做到这两点 就可以娶小雪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爷木无奈 我是有一句话要说 那你说说看 不过你最好谨慎 你给我滚 就这样 两人愉快地聊完了天 方雨雪为了她的弟弟 既然都可以牺牲自己 还说可以跟爷木去酒店 爷木被气得直接摔开她 想到这一世前女友 既然是这样的人 很快 第二天 爷木跟孟瑶来到 蓝水湾受黄骨 爷先生 您的合同和各项手续 都已经办理妥当了 爷木哥 你到底怎么了 杨经理都站了半天了 你也不理他 爷木接过文件说抱歉 昨晚睡得有点晚 精神状态不好 没关系 爷先生需要再检查一下 各项文件吗 没事不用了 那就麻烦你了 爷先生 好的爷先生 欢迎您下次光临 如果有什么问题 随时可以找我 很快 两人办完手续 便来到江城市的街道 就在这时 爷木竟然又遇到了 他的前世老婆方玉雪 爷木你果然在这里 你又是为了什么事找我呢 心想 我已经把话说得 明明白白了 为什么方家还是不死心了 小语 他在网吧被人打伤了 现在对方要我们 拿五十万去赎人 你那个弟弟闯的祸 管我什么事呢 接着拉着孟瑶就要走 方玉雪上前 拉着爷木的手术 爷木我们可以去酒店 你不是想和我有 进一步的接触吗 我现在同意了 爷木愤怒地甩开他的手 我喜欢的是懂得自尊 有底线的方玉雪 而不是现在这个 为了利益而不顾一切的方玉雪 可是小语现在在网吧 我们家根本凑不出 那么多资金 我是真的没办法 说着 方玉雪便哭了出来 爷木咬牙切齿道 前世方家把自己逼上了绝路 我帮你可以 但我有一个条件 以后不要再拿方家的事来反我 可他们是我的家人 而且我能找到的只有你了 那既然如此 就免谈吧 说着带着孟瑶就离开了 没走几步孟瑶说 爷木哥 你真的不去帮忙吗 雨雪姐看起来真的很伤心 我不去 方玉跟我爷木有什么关系 爷木哥 你以前不是这样冷漠的人 虽然我不知道你和雨雪姐怎么了 但她肯定是没办法了才来找你 你们这么久的感情 真的说没就没了吗 我的情上辈子就被他们家磨灭了 心想 她是真的没办法了吗 但方玉三天两头就闯祸 根本就 算了 这样吧孟瑶 你先回家 我去一趟网吧 那爷木哥你要注意安全 真是老虎不发威 当老子是Hello Kitty 都给我等着 此时的网吧内 方玉被打得鼻青脸肿 打伤我兄弟 你挺厉害的呀 票子了 还不给老子送过来 你们都是一虎的 故意陷害我 众人大笑 揍了一晚上的打 这傻子终于反应过来了 谁让你们家不开眼 惹了我们马总 再不把票子拿来 我就继续揍你 而这时 严木来到网吧门口 一个混混嚣张道 你谁啊 今天网吧不营业 改天你再来吧 而严木根本不恋他 这货直接站起身 我说今天不营业 难道你聋了吗 严木上去就是一拳 直接撂倒他 让开 别挡老子的路 接着这货被打得飞了出去 旁边混混连连震惊 转头发现竟然是严木 优和人还不守 正好能让我是世身手 月之眼中的药丸到底有多逆甜 男主仅吃了一颗 实力瞬间暴涨 犹如武林高手 话接上回 严木帮方雨雪去救弟弟 刚进门就一拳打飞一个混混 旁边人连连震惊 既然是严木 而此时的男主手中出现一颗 像八位帝皇玩的丹药 人还不守 正好能让我是世身手 接着便吃了下去 随后男主的实力瞬间暴涨 三点生存点换得一颗力量药丸 对付这些混混应该绰绰有余了 旁边方雨大喊 严木 你肯定是我姐叫来的吧 快点把票子给他们 还在那边装什么裤呢 旁边混混说 严木 说起来你还欠我们五十万吗 总共一百万块 把票子拿来我就放人 男主不懈道 我为什么要给 方雨大怒 你这混蛋别在这里看我笑好了 怪不得我们全家都不喜欢你 你办事怎么那么磨叽 一提起方家严木怒气质暴涨 你再说一遍试试 小子 你别动 你给我老老实实站在哪 严木直接一招把这伙打飞了出去 旁边混混连连震惊 我去 这家伙这么厉害 兄弟们一起上 打趴着家伙 被打得混混直接打电话给马东 马总 严木已经过来了 你快带人过来吧 而严木一招一个 直接把这几个人全打趴下 方雨大惊 严木他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能打呢 心想 那这样不是就不用给赎金了 这五十万赎金不就是我的了吗 接着站起身大喊 你这么能打早干嘛去了 还让我在这里受罪 让我妈知道了要你好看 你要是不想被我家追击 现在立刻马上给我跪下道歉 然后把赎金给我 严木转头 要我给你跪下道歉 还要给你赎金 你可真逗 对 不然我回头就让我姐去找别人 啪得一巴掌 我是不是给你脸了 你不想回家就直说 要不是你解求我 我才懒得管你这破事 而这时 马东带着一群小弟走了进来 都给我抄家伙 把他往死里打 心想 果然一栋方家的人 这小子就上钩了 此时的混混 比刚刚多了数倍 直接冲向严木 糟了 人太多了 躲不开的话 我肯定设在这里 而这十月之眼 直接替他做主 帮他兑换了一枚敏捷药丸 我去坑货呀 直接帮我做主了 那可是我的生存点 没多想 直接吃下敏捷药丸 瞬间他的反应速度也快了数倍 严木你小子不是很能打吗 现在倒是还手啊 一个跳梁小丑 也配跟我马东做队 真是贤命太长了 看来马总是高兴得太早了 什么 几秒 严木只用了几秒 马东带的人全部被打趴下 这货不可思议 天哪 这怎么可能 他怎么这么强 而严木直接一脚 把他踹飞了出去 接着踩在他的脸上 马总 我好像听见你说要打死我呀 月之眼再次获取不少的生存经验 距离解锁月之眼系统 小姐姐又进了一步 严木直接三下五除二 把马东叫来的混混 全部打倒自己 这货还想跑 却被男主死死的踩 马东大喊 你一直针对我 难道我还不能报复你吗 你说的好像挺有道理 但被针对的不一直都是我吗 因为你浪费了我不少时间 你打算怎么赔 心想 两颗系统药丸可消耗了我不少生存 马东很愤怒 但却没办法 说完就给了严木赔偿 严总已经赔给你了 行 那你走吧 这货心想 我迟早从你身上再拿回来 严木转头对方语说 你还能不能自己回家 这货直接翻脸不认人 严木我会记住你的 你今天让我受的苦 我都会记住的 你就这么对你的救命恩人 要是没我 你现在还出不来吗 要不是你故意招惹那帮人 我也不会受罪 你还真是会颠倒是非 到底是谁招惹谁 快滚吧 这货放下狠话 严木 等老子回去告诉我爸妈会有你好受 你就等着吧 方语走了后 严木叹了口气 总算消停了 月之眼 看看我的生存点 而这时月之眼显示 生存点却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我明明刚刚拿到了五千万 生存点怎么会没有变化 因为这五千万不是正当来源 我们算宿主的收入 月之眼已经全部收取 作为升级资源 你不觉得自己太过分了吗 自作主张的购买要玩 现在还想独吞生存点 系统都是为了宿主好呢 等系统成功升级 宿主会获得更多的福利哦 福利 你能给我什么福利 难道你还能变成个美女不成 而方家内 方雨雪的母亲说 你说你到底有什么用 连个严木都搞不定 你是想眼睁睁地看着小雨 被人家扣留在网吧吗 严木已经完全放弃我了 我能有什么办法呢 而这时 方雨却走了回来 爸妈 我回来了 女人上前心疼道 宝贝儿子 你怎么突然就回来了 这货摸着脸 怎么 我回来你还不高兴吗 妈都快高兴死了 而啊 你怎么被打成这个样子了 这货上前指着方雨雪 都是因为她 严木来熟的我 但她根本就是来让我难堪的 方雨雪震惊 你说什么 严木去救你的 你不是废话 你看看 这都是她打的 抓我的人都没这么狠 她却把我打成这样 她怎么能把她打成这样 真是太过分了 还有 你们知道她的资金都是哪来的吗 都是马东赔给她的 小雪 小雨说的是不是真的 应该是吧 昨天晚上严木去救我的时候 我好像听到她跟马东说了个三千万 这就是你之前看上的男人 必用你随后翻脸不认人 真是没有人心 我现在就去找她问得清楚 心想 原来这才是严木和我在一起的真正目的 方雨雪跟严木彻底闹崩 离她黑话又近了一步 话皆上回 方雨雪以为严木跟她在一起 完全就是在利用她 心中顿时不爽 就要去找严木说理 而严木这边正跟梦瑶吃着饭 心想 真是好狠心的月之眼 我的生存点现在只剩下几点了 严木哥 你从回来开始到现在好像很不高兴 你是不是被欺负了 严木摆手 没有 我没事 梦瑶 你多吃点 你还在想雨雪姐的事吗 有什么事不能好好聊聊呢 说不定聊聊你们就 而这时方雨雪直接走过来 大怒道 严木 你这是什么意思 梦瑶惊讶 雨雪姐 你怎么来了 要不要一起吃饭 你不用管她 她是不会坐在这里的 你有什么事吗 方雨雪直接上前拍打的桌子 你前脚把我弟弟打成那样 转眼就跟别的女人在这里逆玩 你到底什么意思 方雨是这样说的吗 林梦瑶是我妹妹 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发什么疯 妹妹 好一个妹妹 那好 我问你 你既然去救我弟弟 为什么又把她打成那样 是因为我把你甩了 你心里不爽 所以报复我弟弟吗 严木瞪着方雨雪 你该吃药了 你舍不得用资金救我弟 是不是因为那些资金都是你而来的 我说呢 原来是在这儿等着我 你记住了 不管我是不是穷 我的资金不可能分给你们家那帮吸血鬼 方雨雪记得浑身颤抖 你说谁家那帮吸血鬼 梦瑶尴尬 心想他们到底是怎么了 你以为你严木又是什么好人 刚跟我分手 转头就跟别的女人在一起 你比我更恶心 够了方雨雪 我和别的女人在一起怎么了 还以为我对你念念不忘吗 这个世界谁都不是非你不可 如果你执意要听你弟弟的说 那就随你 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严木 你是不是从来都没考虑过我 你只是想利用我 你现在已经连是非都不分了吗 方雨雪就一巴掌扇过来 严木 你把话给我说清楚 你凭什么这样对我 严木抓住他的手 方雨雪 我们已经分手了 别像一个疯子一样 好 这是你说的 我会让你后悔 严木哥 你去看看雨雪姐吧 刚才有吓到你吗 抱歉 没关系 但雨雪姐那边他一个人真的没关系吗 不用管他了 他恐怕现在正想着怎么报复我 他已经完全变了 梦妖心想 严木哥这么好的人 雨雪姐怎么能这样对他 快吃饭吧 吃完我送你回家 吃完饭后 严木来到星云集团 严总 托您的福 之前缺乏资金的项目 从今天开始已经有利润了 请您过目 看着手中的文件心想 今天总算是有一个好消息了 方雨雪彻底黑化了 而且既然跟马东联合起来 要陷害严木 话接上回 严木看着手中的材料说 我记得公司不是有专门的材料供应商吗 为什么会选择劣质的材料 为了保证现在产品的质量 我们用的是新型材料 但因为利润不好 供应商拿不到回款 已经拒绝合作了 这倒是个大问题 是我忽略了 而且开发实验中 只需要机器能通过测试 对材料没有太大要求 所以 严木合上文件 这样吧 派人去通讯公司接洽 他们一定会需要路由器的 这个我怎么没想到吗 通讯公司每天要处理大量的信息 不就是正好需要路由器分批次转运信号吗 但是材料这一块 放心把材料的事交给我 我会尽快找到更好的合作商 很快严木来到将城市的街道 心想 如果唐家做星云的合作商最好不过 只是唐家会同意和星云合作呢 而这时 一个混混劫持了一个小姐姐 女人大喊 你干什么 放开我 你给我闭嘴 想不到是阿珍 她不是在蓝水湾寿黄部工作吗 怎么会出现在酒吧 旁边人大喊 把这个女孩放下 不然我报警了 你别管闲事 小心我收拾你 旁人吓得连连后退 光天化日你这么干 太不把人放在眼里了 你说是吧 说话的正是严木 瞬间就到了这货面前 把她手抓住 她是马总看上的女人 也是你能动的吗 又是马东 马东见了我都得乖乖的 你又算什么 这货大叫 疼疼疼 大哥我错耳 我不带她走就舍了 好了你滚吧 别让我再看电影 阿珍跪在地上说 谢谢你严先生 你不是在上班吗 怎么跑来酒吧了 今天是我休假 但我爸的病情最近又加重 需要很多钱做手术 我就用闲鱼时间来打第二份工 对了 你既然认识马东 我和他不熟 他第一次在这里见到我 就想包养我 但我不管 他就一直来找我麻烦 今天要不是你我就麻烦了 接着鞠躬 好吧 现在没事了 你先回家休息吧 看着阿珍离开的背影 闫木拿出手机给李彪打了电话 李彪找人盯住马东 他现在应该在医院 而此时的医院内 马东说 方小姐 酒吧那边我已经按你说的安排好了 现在你是不是应该坐近一点吧 方雨雪撩着头发 马总记什么 闫木这才刚刚上钩 好戏都还没有开始吧 但要是酒吧那边失算了怎么办 闫木到时候又找到我头上 我可是得不偿失啊 方雨雪站起身冷声道 马总你别忘了 现在是我在帮你报仇 而且闫木对我用情很深 只要我向他道歉 他就一定会心软了 男主闫木既然被方雨雪下药 但是他却没有想到 月之眼既然能保护宿主 话皆上回 方雨雪阴冷地说 闫木对我用情很深 只要我向他道歉 他就一定会心软 接着便走到窗前给男主打去电话 闫木我想请你出来吃个饭 今天在饭店是我不好瞎胡闹 我想好好跟你道歉 也算是我们最后的分别吧 今晚就在我们第一次约会的那家餐厅见面吧 马东看着方雨雪凹凸有致的身材 心想 这女人真不愧为角色 马总 我这边可以了 阿珍那边就交给你了 接着便拿了一瓶安眠药 试成之后 我要三千万 你也会得到你想要的 咱们合作愉快吧 马总 闫木放下电话 心想 原来是两个人和计算机我呀 月之眼 你升级到底需要多少生存点 大概还需要二十点生存点 才能完成月之眼升级 那三千万能换多少的生存点 一千万可换取十生存点 三千万已经足够系统升级 那一个亿就是一百点 所以系统到底暗中客扣了我多少生存点 想想还是算了 就趁这个机会让你顺利升级吧 我也想知道你到底能变成什么样 出门后打电话给孔瑞 孔总有些资料你帮我找一下 明天可能有用 很快 闫木来到跟方雨雪第一次约会的西餐厅 方雨雪白手 闫木这里 我已经点好菜了 全是你爱吃的 接着拿起酒杯 喝一杯吗 为今天的事我向你道歉 而这是月之眼提示 宿主 月之眼系统减次当红酒里有安眠药 但宿主已经接受了主持人传承 有一定的毒抗性 这点药量对宿主不会构成威胁 看来他是铁了心要对我下手了 方雨雪看着闫木竟然没喝 心想 难道是看出我的计谋了 而闫木直接一隐而进 没关系 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 没想到我们最后会走到这一步 我还曾经幻想过我们结婚后的生活会是怎样的 你说结婚后啊 应该就是你们家为了方雨一直找我要钱 直到把我压垮 恨不得把我榨干 方雨雪大怒 却说不出话来 心想马东不是说这个要立刻就见笑吗 为什么他还没倒 怎么 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可是我只有方雨这一个弟弟 你们家是有皇位要继承吗 他这就要演不下去了吗 他是我唯一的弟弟 难道不该宠吗 马东说这个要的伎俩 要到三个人都没问题 到底是哪里出错了吗 这时 闫木装晕倒了下去 方雨雪上前推了推闫木 你还好吗 我还以为你有多厉害 你今天从马东手里得到的 明天全都要给我 四日酒店内 闫木光着身子还在睡梦中 一个女人的尖叫把他吵醒了 心想 这下糟了 马东跟方雨雪联手算计闫木 却没想到反被闫木将计就计 话皆上回 闫木被方雨雪下药后 直接晕了过去 再次醒来已经是第二天早晨 睁眼后 他心想 糟了 转身后入眼的是阿珍 闫木你这个混蛋 说完一巴掌扇了过去 我明明在何方雨雪吃饭 怎么突然就 是你昨晚发信息让我过来 我以为你只是有事找我 没想到你既然禽兽不如 亏我相信你还是个好人 你实在太过分了 闫木心想 想跟我斗 我就陪你演一出戏好了 很快阿珍来到咖啡吧 马总 方小姐 我来了 方小姐都按你说的要求办好了 照片那些都拍了 全部在我手机里 你做得很好 那你先回去吧 等需要的时候我会去找你 好的方小姐 不过照片要保存好 到时候如果照片没了 结果受到影响的话 你爸就在医院等死吧 放心吧 照片我会保管好的 想不到方小姐的魄力这么大 既然能把事情做到这种地步 我更欣赏你了 是闫木的绝情在先 我所做的不过是 拿回属于我自己而已 如果是方小姐的话 三千万已经值了 我马东毫无怨言 方雨雪起身 走吧马走 今天闫木会为他的 所作所为付出代价 闫木 我也让你尝尝被利用的自诺 而此时的酒店大堂内 闫木说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闫木你小子不知道 自己犯了什么事吧 我们可是来讨回公道的 闫木摆手 我可是遵纪守法的好使命 什么事都没做 闫木你混账 昨晚你明明和我吃的晚餐 转头去又约了别的女人来酒店 听说女孩是被强迫的 现在已经报案 你要是求我的话 我还能救你一命 而这时 旁边竟然有记者开始拍照 马东嚣张道 连记者都来了 要是这事曝光 你下辈子就完了 你俩还真当我是白痴吗 而方雨雪此时发现记者不对 为什么都在拍我跟马东 闫木 你小子别不知好歹 马总你稍等一下 我去接个电话 而这时 电话那头传来阿真的声音 闫木 关于马东和方小姐威胁我的暴调 我都已经发到网上去了 马东下的雪茄都掉到地上 什么 这是怎么回事 龙腾地产老板马东利用权势欺压多名女性 真的有这个爆料 什么 还有马东名下公司财务亏空 欠下大量债务 你胡说 这都是诬陷 都是阴谋 接着记者全部围了上来 马总 您说这些爆料是诬陷 有什么证据反驳吗 马总 关于龙腾地产的未来 你有什么看法 方小姐 请问你和马总是什么关系 你觉得马总是什么样的人 而闫木在远处冷眼地看着两人 这十月之眼提示 宿主 龙腾地产的股票开盘暴跌 马东名下的公司破产 并且签下巨额战务 应该会进行拍卖 闫木心想 还好我做了万全的准备 早在之前闫木跟阿珍已经谈好了一切 其实用脚趾头想想 这种计谋都觉得幼稚 那正好 他的公司就由我来接受好了 如果我没有月之演戏的 恐怕他们早就得逞了 而此时的方雨雪 额头出现黑色的煞气 闫木你够狠 你给我等着 从这一刻开始 方雨雪彻底会改变 大胆们快看 你们期待的月之演小姐姐 她终于出现了 从此额木将不再孤单 话皆上回 方雨雪被额木将继救济后 已彻底黑化 孟瑶在家看着新闻 马东涉嫌贪污 金额极大 公司昨日已申请破产 直接进入紧急拍卖程序 电视上还放了两人陷害额木和马东 共同策划威胁他人 孟瑶连连震惊 我还以为雨雪姐是被人骗了 没想到她既然 而此时额木这边正纳闷 我昨天就把某藤地产拍下来了 为什么生存点还没到账 这个月之演老是拖欠我的生存点 还有没有理了 居然不说话装神秘 而这时月之演显示系统升级成功 随后一道刺眼的光芒 差点闪下额木的人眼 砰 一只兔子跳了出来 什么鬼 哪里来的兔子 难道这就是升级后的尸体吗 额木抱起兔子嫌弃道 我要的小姐姐呢 又是砰的一声 兔子也没了 这到底什么操作 而这时 一只雪白如玉的牵牵御手 抓住了颜木的手 哎呀 宿主好嫌弃哦 兔子是人家的本体了啦 干嘛嫌弃人家 颜木连连震惊 接着月之演小姐姐把她压在身下 怎么样宿主 我的样子你喜欢吗 喜欢的话记得给系统五行好评哦 颜木被羞的脸都红了 而这时 孟尼尔却开门进来了 颜木哥 你看新闻了吗 孟尼尔 你先别进来 颜木哥 我没想到余雪姐竟然是那样的人 我一直以为你们有什么误 看着两人这姿势 孟尼尔被吓得大喊 对 对不起 说完立马关上了门 颜木大喊 你还不快起来 宿主真是过分 刚到的时候你叫人家小甜甜 这个时候就嫌弃人家了 这时 两人来到孟尼尔的床前 还好 孟尼尔只是受惊吓晕倒了 系统小姐姐直接上前 用手指指着她的额头 好了啦 马上就好 孟尼尔睁开眼说 你是谁 你好 我是你颜木哥的月之演系统 今天刚到 你可以叫我小爷 逐次见面请多关照 孟尼尔直接猛逼 颜木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这是在做梦吗 而此时的方家这边 小雪这两天辛苦你了 总算是把小宇结婚的彩礼凑齐了 也就这两天有记者上门 挣了个小一百万 那之后怎么办呢 没错 你倒好 直接把马东送进局子了 我们家的长期饭票可就这么多了 是啊小雪 你还是得想个办法找个大管 才是咱们家的长久之计 方雨雪心想 为什么一定要我找个大管 为什么都是我的错 心中的恶魔无法控制 我好恨 而这时 她额头的煞气显得更深 一个恶魔的声音传来 小姑娘要做一个交易吗 方雨雪既然跟神秘反派签订了契约 从此她将获取邪恶的力量 话接上回 一个神秘的声音问她 要不要做一个交易 方雨雪惊讶 你是谁 对面说我是神 我听到了你的请求 可以为你实现愿望 方雨雪摇头 这个世界怎么会有神 一定是我出现了幻觉 我知道你不会马上相信 所以才要和你做一个交易 前男友陷害你 利用你 你却得不到一点好 回家还挨慢 难道你不气愤憎恨吗 方雨雪咬牙切齿道 我当然恨 来吧 和我签订契约 完成我的任务 你就会得到你想要的 方雨雪说 我想要数不清的钞票 接着邪恶的气息 直接侵入她的全身 旁边方雨喊道 为怎么不说话呢 问你呢 以后咱们家怎么办 方雨雪直接双眼瞪着她 这会惊讶你盯着我干什么 要不是你这么没用 我们家会是这样的吗 好了 小雪 你弟弟还小 别跟他置气 刚才妈跟你说的 你还是考虑一下怎么样 方雨雪邪恶道 妈 你不是收集了很多老板的信息吗 把他们都给我 为了咱们家 这些事都是我应该做的 小雪 难道你真的想通了吗 画面来到闫木家 闫木把月之眼系统小姐姐 整个经过告诉了孟瑶 事情大概都是这样的 原来真的可以时空穿越 不过时空穿越是要付出代价的哦 像你闫木哥 已经彻底成了整个时空的打工仔 工作压力很重的 闫木起身 孟瑶 我有事要出门 以后常见面你们可以熟悉一下 孟瑶还想说什么 小月插嘴道 你要去哪里 你们慌什么 我约了唐少一起去看车而已 好吧 那你要早点回来 这时 系统小姐姐上前亲了一口孟瑶 接着孟瑶便昏倒了 闫木大惊 上前抓着系统小姐姐的手术 你对孟瑶做了什么 系统小姐姐委屈道 人家就是修改了一下妹妹的技艺 普通人知道的太多 容易遇到危险吗 接着月之眼直接提示生存点减一 剩余生存点十三点 所以你使用能力 为什么要扣我的生存力 小姐姐尴尬 啊 下不为例 这时 闫木只感觉手臂传来一阵剧痛 难道系统实体化还会给我带来后遗症吗 闫木心想 真是可恶 哎呀 人家刚来 系统不稳定 当然会有一点巴格 宿主不是还要去看车吗 人家也想去看 带人家一起去好吗 我自己去就行了 我和唐少还有生意要谈 可是 如果我离宿主太远 人家会自动传送到宿主身边的哦 闫木心想 如果他突然出现 会不会把别人给吓死 算了 真是败给你了 那就出发吧 而这时 月之眼小姐姐却感到不妙 心想是种子 怎么这么早就出现了 恶魔种子竟然提前一步到达地球 而且在不断地侵蚀人类的思想 这是系统小姐姐万万想不到的事 很快两人便来到了4S店 怎么了 从出门到现在 看你一直心不在焉 是有心事吗 月儿立马变脸 没有了 人家是在想该怎么努力提升宿主的呢 要不要嗑药呢 嗑药 嗑什么药 旁人还以为是那种药 只是对付普通人没必要吧 而且谁会没事打架呢 那万一对手不是普通的人类呢 你心理上 反正我没有生存点 这时 唐少跟另一个男人走了上 抱歉 刚有点事情在路上耽误了 又喝唐少 你们江城市就这水平了 唐少 这位是 心想旺江的刘泽 上一世那个卖假酒的刘家 怎么会和唐宁走在一起 这是旺江市的刘泽刘少 唐宁 本少大老远地从旺江跑来跟你合作 你就是这个态度的吗 刘总 我说了 今天有事情是你执意要跟过来的 原来是刘总啊 刘总你好 我实在是眼拙了 看你和唐少一起进去 还以为你是他的司机呢 我是唐宁的司机 你眼睛不想要了 我可以帮你挖出来 刘总真是不好意思 这不是看错了 也是 像你这样没见过世面的人 本少爷就不跟你记得 而月儿这时大惊 这个刘泽既然在吸收器语 看来他身上有肿 于是上前搂着炎木的胳膊撒娇 严总 还看不看车了 今晚不是说好和人家去看电影吗 差点就忘了 唐少一起吗 当然 因为有约在先 怎么 在本少面前说走就走 你们江城市的人就这么没素质 刘少 江城市太小 你还是回去吧 唐宁 你赶赶本少走 本少想要唐家消失 一个晚上就足够了 江城市怎么样 轮不到你说了算 而且你们刘家造假酒的材料 要是曝光了 你说刘家会怎么样 什么 你是怎么知道的 要想人不知 除非几莫为 严先生想买什么样的车 我可以帮你参考一下 刚才看那款车不错 但我还想再看看别的 你们俩混蛋很好 姓严是吧 我会让你悄无声息的 从地球上消失 很快严慕便提了新车 今天多谢唐少帮忙啊 哪有 若不是严先生 我们今天恐怕没那么容易 从刘泽那里脱身 你千万要当心 刘泽的手段很难应付 可他做对的人 好几个都莫名地消失了 谢谢唐少提醒 我会注意的 那好 和星云合作的事 我会考虑一下 尽快给你回复 我就不打扰你们去看电影了 宿主 有些话我必须跟你说清楚 种子已经参透到这个世界了 种子 那是什么 种子是其他时空的东西 它们赋予人类异能 然后进行孵化 异能类似于宿主的这两项能力 异能 种子孵化的结果是什么 总之最后会成为时空灵族 争夺这个无主的时空 到时候这个世界 就会变成人间炼狱 无主的时空 难道我接触的主神 传承原本是这个时空的神 没错 主神修复时空后消失了 但仍然有许多裂缝 让种子有机可乘 看来仅凭生存点 还不足以维持时空稳定 今天遇到那个刘泽 他身上就有种子寄生 在握手的时候 吸取了宿主的气域 恐怕宿主最近要倒霉 刘泽 而这时 他的电话响了 爸怎么想起来 给我打电话了 是不是已经知道 我和方雨雪分手 接过电话后 小木 我和你妈今天回家了 家里来了客人 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我刚下班 马上就回家 很快便到了严木家楼下 爸妈 我回来了 小木你怎么还带了一只兔子回来 路上遇到了 觉得可爱就买回来了 还好变成兔子 不然真不好和爸妈解释 这时熊孩子冲上来 把小兔子好可爱 爸爸 我想要这个兔子 原来是他们 和上一世比起来 这件事又提前了好几个月 小木好久不见 你是越来越年轻了 小木你不记得了吧 我是你二叔 那是二叔家的小妹严小竹 二叔是吗 怎么会不记得 心想又是为了我爸 那五十万的奖金吗 小木现在出息了 当才在窗口 看你回来的时候 开的可是一辆豪车呀 我就是一个小职员 车是领导让我开回来的 明天就要开回公司 那可以呀小木 看来你们领导很欣赏你 能给你开这么好的车 小木 我们前几天 听说你和星云集团的 老板有交集 你认识他吗 我只是应酬我的工作而已 能和老板有交集 小木的前途简直无量呀 其实我今天来就问一件事 什么事直说就行 咱们都是亲戚 有个好消息 最近有个很不错的投资项目 我想着都是亲戚 小木和大公司业务 都有合作 我才告诉你们的 小女孩这会儿 正玩着变成兔子的小月 投资 可是我们家的条件 你也知道吧 不行还是算了吧 老哥你别着急呀 投进去十万块 一个月就得到十五万 而且没有任何风险 我反正已经试过了 可以得到这么多 要不咱们投两万试试 这没个三十万可不行 老哥你不是中奖吗 多投点没事 我可以做担保 保证能翻倍 小木你也劝劝你爸妈 咱们这个项目竞争很激烈 十分不错 我劝你死了这条心吧 投资是不可能的 你们走吧 而这时 变成兔子的小月 一巴掌打在熊孩子的鼻子上 奶奶的敢一直摸老娘 刚才不是说得好好的吗 你这怎么回事 小木 你怎么用这种态度 跟你二叔说话呢 你这孩子 我们给你介绍发财的路子 你不加入就算了 还往外赶人 弟弟 你这话说的 我们刚说了要投 就肯定会投的 你放心好了 老爸 这票子给出去 可就拿不回来 十多年前不联系的亲戚 真有这么好 好是真的能想到我们吗 这会直接一拍桌子 严木 要不是我们家出了点变子 急需一大笔资金 我早就自己投了 哪还轮得到你们 你们就活该穷死吧 那好 你说清楚 你们家出了什么事情 投资项目是哪个公司的 工程编码是多少 说不出来就带着你女儿离开我家 这会直接说不出来 家丑不可外扬 至于项目 就算是内部机密了 你们不投资我也无可分开 你不说我帮你说 严武学别人混道上 欺负了一个小头目的女朋友 现在要你们拿三十万来评事 否则就要严武的命是吧 这怎么可能 我们家的事他既然知道 真的是这样吗 而这时的熊孩子却挖挖大 爸爸 这只兔子欺负我 小猪你怎么样 爸爸杀了这只兔子 我要吃兔肉 敢欺负我女儿 老子回去就把你做成红烧兔肉 而小月直接上去一爪子 把他手都挠破了 疼死我了 这只该死的兔子 这只兔子很有灵性 我要是你们 今天就不会招惹他 想不到白跑一趟 来骗他们投资没骗到 还迁怒一只兔子 也真是好笑 走出门还不忘放出狠话 呸 活该你们穷一辈子 继续在工地搬砖吧 慢走啊二叔 真是没想到 知人知面不知心 就是年纪大了 我们都糊涂了 这个世界没有天上掉馅饼的事 下次小心就是了 如果给你一个能识别宝物的技能 你会怎么做 方家这边 方雨雪刚进门 妈 三十万 我已经打到你的账户上了 今天小雨拿这款去提了辆车 好久没见他这么高兴呢 这些资金都是你买来的 我认识了个小老板 年轻有为 在兰水湾有两套房 他说我们家可以过去住 不用付房租 是吗 是给你那个名单上的吗 咱们家终于不用住这个破房子了 我要赶紧告诉你把这个好消息 小雪出去了 方雨雪关上门之后 恶魔总子立马浮现 我们的交易很容易对吧 你只需要靠这些男人再近一点就好 不需要做任何事 是不是觉得这种交易特别简单 怎么样 还需要继续吗 当然要继续 我们家很需要资金 如果不用付出 我愿意继续交易 画面来到复达大厦办公室 闫目正看着手中的文件 严总 东部地皮已经正式开工了 严总你这是 你说他 他是我的秘书 还有什么事吗 有人想用一亿资金收购马东的公司 给您看一下 马东的公司就在江城市中心 拍卖的时候没人拍 现在竟然有人想出高价买 那就交给你来谈吧 那边虽然在市中心 但是过几年就不一定了 过几年中心转移热度就会降低 现在能获利脱手也挺好 好的严总 还有就是之前黑市发布消息 今天有一场拍卖会 黑市拍卖会 那是什么 拍卖会主要拍卖些奇珍异宝 也有些好的门路 不过我是没有资金了 而且我不会那条岛 但听同行说 那边的东西确实很不错 那我倒是有些兴趣 那黑市在什么地方 很快来到太和街 这和商业街看起来没什么区别 黑市会在这种地方开吗 月儿伸着懒腰 好久都没出来逛街了 今天我要逛个够 这时 一名老者出现 两位看着面声 是来参加拍卖会的吗 闫目震惊 你是怎么知道的 太和街每家商铺 都有黑市的入口 一般来这里的人 很少有闲逛的 两位要是去黑市 老头我可以给你们带路 只要有钞票 我知道的消息 都可以提供给你们 那好 那就麻烦你们 这个黑市在江城 旺江 沿江三市交汇地下 聚集了三教九流的人 赌食 古玩应有尽有 没想到地下 还有这样大的地方 我就送你们到这里了 一直往前走 就是拍卖会 不过要晚上才会拍 接着向闫目 要了两千块带路 果然 黑市不是一般人 能来的地方 看你是个爽快人 老头我建议你 去玩玩赌食 熟悉一下黑市 想去拍卖会 花点钞票 找个介绍人就行了 那我就先走了 宿主这里 种子的气息很浓厚 黑市都是为了钞票 充满了人类 对金钱的欲望 能吸引种子来 也一点不奇怪 看来种子孵化速度 比想象中的还要快 这时 正好旁边有人在赌食 一个男人紧张地 看着两块石头 这重量一般 外形也一样 这到底该怎么选 旁边人不耐烦道 快选 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如果输了 萧家的产业 可就一分不胜了 闫目看着眼前的石头 既然能看穿内部 这就是技能生态 一眼就能看出宝物 那发红光的 好像是红宝石 男子拿起石头 后手抖个不停 各位 萧家太子赌食大师出手了 快过来下主 一赔石 买定离手 旁人直接炸开了锅 纷纷都开始下主 男人好像吃定了萧家男子 闫目这时直接上前 萧家我投三十万 你说什么 要是萧家输了三百万 可就你帮他付了 三百万而已 要不是这场子 小我投萧家三百万 去看看你那三十万的石头 是什么货色 心想刘少早就吩咐 整个黑市赌市场 同价的原石 没有一块比我手里这块好 萧城肯定输定了 先生 您是新手吧 这批原石被暗中做了手脚 根本没有多少好货 您这样风险很高 怕什么 愿赌服输 大不了三百万我帮你出 我正愁着资金没出花 男子摸摸头 好吧 接着几人便向见石地走了过去 很快那货的石头切开了 这应该是一块中等的碧玉 价位估计在五十万左右 好了 快切削太子这块三十万的原石 给我小心的切 别给人家切坏了 说着便开始切颜木的那块原石 美女 有钱也不能拿点小白脸 这样乱花迟早把家底败光了 败不败家看着不就行了 不然见石人大惊 里边有东西 应该是红宝石 这货直接震惊 不可能 里面好像是割血红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什么是割血红 割血红是品质最好的红宝石 产量极低 有割血红 这块宝石器拍价至少是一百万 我的天哪 这位小姐说的没错 割血红价值极高 哪怕只是一小块 拍出来都是天价 旁人直接抓头 这下亏大了 颜木不屑道 看来只能勉为其难的赚点小钱 直接刷卡还是走流程 孩子小 直接刷卡 小白脸你给我记录 有这几个记录 看来我多来几次黑市 就不愁钞票了 今天晚上我们去吃好吃的吧 这时 姓肖的男子跑过来 先生请等一下 怎么你还有事 我叫肖辰 如果您是要去拍卖会的话 我可以带您过去 抱歉我忘了您不是黑市的人 可能我现在这样您也看不上 肖先生您好 我叫颜木 第一次来黑市 不耽误的话 请你带我去拍卖会看看 好的颜先生 我要去拍卖刚才那块红宝石 今晚就有一场拍卖会 这些包在我身上就好 之前那些人叫他肖太子 看来他的身份应该不简单 很快 几人便来到拍卖会的贵宾厅 颜先生 您能相信我实在是太感谢了 你看起来不像是骗子 幸好有这张黑卡在 不然凭我现在已经没有资格参加拍卖会 怎么说 拍卖会只认身份不认人 整个黑市只有三张黑卡 最硬的是 黑市三大势力拍卖会 各许黑卡持有人可随意进驻 黑市三大势力 一个是拍卖会本身 一个是神秘势力 据说那个势力和上面有关 另一个是世代相传的肖家了 但这两年突然有个刘家想在黑市立体 肖家好心相助 那个刘家却想要蚕食肖家 所以才有了今天的局面 是旺江市的刘家吗 少爷是刘泽 肖成惊讶 你们认识 我并不认识 只是见过一面 肖公子 您的红宝石已经鉴定完毕 橙色极佳 起拍价五百万 需要再确认一次 不用确认了 今晚我会去拍卖现场 麻烦给我预留一个包厢 起拍价五百万 成交价至少要过一 肖家终于有希望了 很快拍卖会便开始了 这是明朝的青花大萍 相传是从一个大武馆家里流传下来的 起拍价两万 严先生好像对这些东西并不感兴趣 我来黑市主要是寻找机遇 顺便来看看拍卖会有没有好东西 但今天除了这些文物古董比较有看透 应该就只有我那块红宝石了 闫目看着这些东西隐隐罩着一层黑气 看来这些东西拿回去肯定会起 各位 今天临时增加了一样重磅商品 整个黑市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 血滴红宝石 经过鉴定 这块红宝石正中央是绝对天然的割血红 而外部包裹的红宝石质量也是上场 绝对是各位收藏家的首选之物 他的起拍价是五百万 刘少 就是这颗红宝石 是今天白天肖成刚开出来的 接着台下便开始喊价 没事 老爷子看着红宝石的照片喜欢得不得了 脑子拍定了 刘少 老爷子想要的话 直接去找肖成拿过来不就行了 这货直接大喊六千万 闫目看到喊价的是刘泽便来了兴致 刘少出价了 还要继续拍吗 这宝石价值明显不疑啊 闫目直接喊七千万 闫先生 不能跟刘泽抢东西 没关系 你看着就是了 这不是江城市那个闫目吗 竟然跑到黑市来了 刘少 今天就是这小子莫名其妙的压销成三十万 还真有意思 那就八千万 刘泽性格霸道 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而且他恐怕根本没想着要用钱来买这块宝石 你放心 我会让他把钱掏出来 随后直接喊道 一亿八千万 这操作把刘泽这货搞得没法说话 血滴红宝石一亿八千万一次 我出三亿 刘少 我们没带这么多资金啊 呦 刘少就这点魄力啊 那就四亿 刘少这个价已经远超红宝石的实际价 再拍下去就要被会场叫停了 刘泽大喊十二亿 你敢继续跟吗 闫目看自己的目的达到了 直接摆手 那就给你好了 血滴是红宝石 十二亿三次成交 刘 刘少 我们拿不出这么多资金 慌什么 我什么时候给过 很快便来到拍卖会的交易厅 你说什么 老子刚刚明明已经转过账 刘少转过来的是一千两百万 要不您再确认一下 如果您拒不知府 按照这里的规矩 刘家可能要被逐出黑市 奇怪 明明每次都奏效 怎么今天不行 这时种子浮现出来 和你近拍的男人级别比我高 我被限制了 暂时不能使用能力 但我感应不到他的神势 只要你把他解决就完事 刘少 根据近拍规则 金额过大 你有三天的筹款期 那好 今天可能是我银行卡出了问题 红宝石过两天我再来取 很快严目几人便离开了 多谢严先生 今天可真是太解气了 我和刘泽有点小过节 这不过是举手之劳 不过我是担心刘哲赖账 他已经很多次近拍后 只付很少的资金 把东西拿走 既然有这种事 没错 但其他人好像都没有发现这一点 我萧家也是他用障眼法 害成现在的地理 萧公子眼光不错 就是没什么本事 严慕 唐宁没告诉你和我做对的人 下场很坦吗 严先生 我们退一步吧 刘哲他是真的有手段让你消失 你退后 不用担心 放心萧先生 交给他吧 仔细感知下 这颗种子气息微弱 能影响到数族可能性很小 倒是我之前多虑了 敢挑衅本事 你还是第一个 严慕直接一拳砸了上去 突然周围所有的能量 竟然都在被严慕吸收 系统小姐姐惊讶 这是什么情况 而刘哲的种子 直接发出痛苦的嘶吼 好疼呀 快把他杀了 不能让他活下来 那串连个人样都没有的黑烟 是你的依仗吧 他好像很怕我 刘哲恶狠狠地看着严慕 等我把你消灭掉 你的一切都是我的 你还敢嚣张 严慕不理会他 直接一拳向他打了过来 我的力量正在消失 不可能 你怎么可能吞噬神使 严慕震惊 神使 那是什么 看来你什么都不知道 让你的神使出来 我们聊聊 我可以把神使的秘密全告诉你 严慕上去就是一脚 你现在没有资格跟我谈条件 不行 不能和他打 我们必须离开 我的力量已经被抽到了一半 而这时 悦儿也发现自己的力量 在逐渐地消失 身体也变得暗淡下来 这力量好像全部都转移到 严慕的身上 刘哲放下狠话 今天是我小看你了 下次我定将你碎尸万能 这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刘泽你别想跑 就在严慕冲上前的一刻 刘泽直接消失了 难道他还能徒尊不成 这时 萧尘立马叫住了严慕 严慕只感觉一阵头浴木穴 刚才的力量好像被抽空了 属性值也恢复了正常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严先生你没事吧 我没事我们走吧 等回去问问悦儿 严先生难道没发现少了点什么 而这时的悦儿却已经变成了兔子 严慕尴尬 刚想解释 萧尘抱起兔子 严先生不必紧张 我从小就能看到些奇怪的东西 您放心 我绝对不会透露半个字 严先生的眼光和胆识过人 如果您不嫌弃 等我重振萧家后 希望您能和我萧家的见狼 可我只是个生意人 以后来黑市的机会肯定不多 这全凭严先生自愿 但为了感谢你 我会送你一份大礼 之后会给您送来 那好 这是我的明天 有事情随时联系我 这个萧尘为人还不错 等萧家再崛起 和他搭上关系应该不是坏事 今天的事情感谢严先生 那我就送您到这儿 顺着这条巷子出去 就是将尝试了 那好 下次再会 想不到月儿竟然变回了兔子 难道和我刚才爆发的力量有关吗 系统能出来解释一下吗 而这时系统却弹出 暂时无法和主神能量建立链接 这到底什么情况 小兔子你不是会说话吗 能解释一下吗 而现在的月儿却没法说话 算了还是先回家吧 回头再想想办法 时间很快来到三天后 为什么已经过去三天了 月儿却一点恢复的迹象都没有 而且系统一直在更新中 按照货币换算规则 加上在黑市得到的三百万 生存点应该还有十二点才对 而这时梦瑶却打来电话 很快严慕来到蓝水湾小区 严慕哥 这房子是你买的 你也不来看看 有什么好看的 只要你住得舒服就好了 而这时 方雨雪跟她的同学却向他们走来 方雨雪阴冷地叫了一声严慕 你们怎么在这里 对了严慕 我记得方小姐是你的前女友啊 放着这么好的女人不要 你小子竟然去找个大学生 严慕直接不理会两人 带着梦瑶向前走去 严慕你可知道 马东的公司就是老子 从你手里买下来的 你现在有什么好牛系的 你买就买了 那么晦气的公司 有什么好得意的 严慕哥 你开公司了 前段时间买了个公司 本来打算稳定一段时间再告诉你 所以严雪姐真的是看中了你的情 记得以后遇到他们绕道走 这两个人没按什么好心 许飞身上有一股死气 连方雨雪身上都有一种 类似种子的气息 这可不是什么好事 对了严慕哥 今天最后一天 要一起去吗 游乐园 好像我和梦瑶都还没有去过 很快两人便来到游乐园 我们可以去先坐过山车和空中飞人 这丫头竟玩一些刺激 两人上前拿了一张游乐园的地图 严慕哥 这里有个气枪比赛 只要十枪权重失还 就能拿到一个游乐园的限量口红吗 而这是 刚刚发传单的小姐姐喝着水 心想那些恶人所说的话 不想被钱规则 可以 你能在一周内发完这些传单 我就把你捧进一些 否则你就完蛋 而严慕这边竟然真的打中十连环 严慕哥你简直太厉害了 先生 您这水瓶简直跟运动员没区别 而且打得这么猛 过奖了 我也是第一次玩这个 老板心想 你这货下次不要再来了 怎么样 这个熊猫喜欢吗 孟瑶害羞道 谢谢严慕哥 我很喜欢 这时 一个声音传来 小妹妹 天这么热 工作很辛苦吧 要不哥哥带你去吃冰淇淋 你们走开 这周还没结束 我的工作会做完 孟瑶你们认识 她是比我大两级的学姐 她在音乐上很有开花 毕业就出道了 而这时 几名男子上前控制住了女孩 你别反抗了 老板已经没有耐心了 孟瑶上前大喊 你们给我助手 眼前这个小姐姐 竟然遭人绑架 索性遇到严慕制止 又来了个英雄救美 严慕小兔子扔给孟瑶后 直接上前怒吼 把人给我放下 不然我就报警了 你小子是谁敢管我们的闲事 想知道我是谁吗 我叫雷锋 你小子耍老子 兄弟们给我收拾这个小子 想英雄救美 也不看一下自己几斤几两 孟瑶拿手机 直接拨打了报警电话 而严慕这边 跟几个混混已经交上了手 你小子不打听打听 这一片都是我们老大的地盘 还敢当出头鸟 严慕的武力值 明显要强上好几分 几个混混很快就被打倒 你们真是太不惊打了 说着把女孩扶了起来 很快警察也赶到了现场 画面来到医院内 特殊情况 把你们叫来医院做笔幕 辛苦了 配合你们工作 是我们应该做的 不过我听说那三个贩子 说那一片都是他们老大的地盘 他们是什么不得了的人物吗 据我们调查 他是一个娱乐公司的老总 我们怀疑他们进行毒品走私活动 如果有什么证据的话 可以提供给我们 女孩正式大喊 我有他们的证据 这是我从公司里偷出来的 他们老大经常把我关进地下室 毒品也都藏在那里 我好不容易出来了 但每天都被人盯着 根本没有机会逃跑 今天他们应该是发现少了数量 才把我抓起来的 你的证据非常重要 放心 我们会严格保密你的身份 我还可以提供更多的证据 就算和他们鱼死网破也没关系 秦小姐 我很欣赏你的勇气 这事了结以后 如果你愿意 可以来我公司就职 请问你是 这位先生是今天救你的人 那好同志 没事我就先回家了 说着闫木便离开了 到家后发现爸妈又没有回来 而这时月之眼的系统却有了反应 检测到场景 安全系统重启中 闫木被传送到主神系统内 还得到了苍浪心法 这反转的剧情连小编都惊讶了 紧接着闫木被传到一个陌生的环境 这个地方和上次看到的空间完全不一样了 看着墙上陌生的文字 这是写的盘古文吗 而这时 月儿又出现了 这是描写的神明创始 盘古只是他在人间的化身吧 你把手放在墙上 就能阅读所有的文 闫木把手放上去后 墙壁瞬间有了反应 五苍生以来 万世太平 时光空虚 只知在搜集各类真气财物 观世界变幻 燃天外来客呼至 欲夺无知所造 无语重反 大战十余日 看来这创始神跟天外来客经历了大战 自己也受了重创 这些天外来客指的应该就是种子 一一敌万 这不愧是创始神呀 那些是种子孵化后的产物 被称作时空灵主 是生存在时空缝隙里的东西 足以摧毁一个世界 无奈无知洞服 宝藏无数误会 勿将宝物带离此地 这主神还真是个守财奴 既然也不能带走什么 那来这里的意义是 试炼的内容是心魔 如果你完成任务 便会得到苍浪心法 第一次试炼的是心魔 至于你的敌人是谁 只有接受试炼的你才知道 那苍浪心法是什么 苍浪心法是创始神的自创绝子 听说锦庭最后一试就灭了无数敌军 可以说是所有武学最根本的情 那不是学会了我就无读了 你可想的美 准备好了就准备开始吧 系统提示 试炼结界形成现实 挑战六十分钟 接着炎幕感觉一阵阵的痛苦 他想起了之前方家对自己的不公 也想起了方雨雪跟马东联合陷害自己 更想起了家人为了自己的不义 让他快要崩溃入眠 糟了 数族已经九十九次循环了 如果再循环一次不成功 主神剩余的力量助会好光 下次的条件就会更苛刻 算了 再等等他好了 你还在等什么 我试炼已经通关了 你这完全是在搞心态吧 对了 怎么没有奖励的选项 不弄个什么大礼包傻的 紧接着 主神的声音传来 苍浪心法又称九层心诀 共九句口诀 请一定记住 而此时炎幕身上也发出一阵阵惊光 对着炎幕练成了苍浪诀 主神残留的意志也逐渐消失了 九转归一 两一化形 三定乾坤 纵横四海 随着九句口诀的提示 炎幕打坐开始修炼起来 明明没有告诉我练习方式 但好像我生来就会一样 这简直不可思议 主神就是凭着最后一次斩杀了上万敌人 这简直是太厉害了 时间快到了 我们必须得走了 随着系统提示 三秒后离开系统空间 请宿主做好准备 嗖的一声 两人被传送到炎幕的家里 话说我的力量 敏捷 体力全部增强了 而且生存点竟然涨到了两千多点 月儿打着哈欺 不知道 可能你和进阶能力有关系吧 你是系统你竟然不知道 我是系统 但规则是主神定的吗 我太累了 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了 那个不是我的房间吗 行一拳残业 这难道是附赠的奖励吗 看着这拳法好像还不错 连我这个外行都看不出来 这根本没一点用 对了 我记得唐宁赤迷恋武 或许他能看出一点门道 月儿这边 主神系统浮现了出来 旺财 你的任务是寻找无知元神碎片 帮助无知转身成为时空主宰 你就不能给我换个称呼吗 那我叫你元宝或者招财 烦死了走开 阿月 这是吴最后一次找你了 但等到转身成为时空主宰后 吴将再次军临天下 接着主神系统便消失了 看着天上的明月 月儿陷入了沉思 几日后 严慕来到唐宁的家中 严总 上次和你一起的那位姑娘怎么没来 他有事情 唐绍可是想要见他 心想 自从那天晚上后 月儿就消失了 但月之眼系统仍然和我绑闭 但只剩下查询和记录 购买这些机械功能 月儿到底去哪里了 他不是不能离开我太远 严总你怎么了 不好意思 我走神了 今天来除了谭唐家与星云的合同 我还带了一份礼物给唐绍 这是我无意间收集到的全法财业 听说唐绍喜欢练舞 我就给你带来了 不过就是残业内容少不得到对你有没有用 看着眼前的全法 唐宁直接大惊 这残业对唐家来说简直太重要了 严慕既然开始研发智能手机 大大们应该能猜到这是哪个年代了吧 就在刚才 唐绍看着这个全法入审 果然只有行家才能看得明白 唐绍有用就行 对了严总 你也习武吗 上次在投资会上你一人直接放倒一群人 唐绍过奖 我只是个门外汉 只会几招粗拳功夫 兴云和唐家的合作只要不是过分要求 我全部答应 想不到这唐绍还真是个舞痴 很快 两人便来到唐家后运 这就是我平时练功的地方 严总请不用对我手下留情 全力向我进攻 那我就献丑了 前几天刚好学了一种舞学 还请唐绍多多指教 唐宁率先向严慕攻了过来 严慕轻松躲过 随后两人便展开了攻势 想不到严总的反应速度这么快 随着一招九转归一使出 唐宁直接被甩飞了出去 而他并没有摔倒 唐绍果然是好身手啊 你也不错 比我想象中的厉害多了 就在两人打完好几个回合后 唐绍还要继续吗 算了不来了 就严总这身手 拿到鼓舞界去 或许能进排行榜前三 我不是你的对手 唐绍就别取笑我了 也别叫我严总 叫我严慕听着舒坦些 好的严慕 今天很痛快 走 我们去把合作协议敲定吧 很快到了晚上 严慕来到星云集团办公室 都这么晚了 你竟然还没有下班 严总你有什么事吗 给你打电话没接 我就过来了 这给你 打开看看是个好东西 天哪 竟然是唐家的合作协议 他们竟然愿意给我们提供原材料 而且还在原本的基础上 让利了10% 怎么样 还有什么要求吗 唐绍说 明天还可以做最后修改 太好了严总 这就够了 星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了 那好 我就先回家了 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 那个严总 其实我还有一事相求 其实我和星云的几位合伙人 也就是董事会这几位 我们并不擅长商业销售 经过商量以后 希望能把公司转到严主文下 这样我们在产品研发中 就不会分析 交给我 难道你就不怕我乱来 我们都相信您的眼光和能力 星云有您的带领 才能越走越远 而且现在各个项目都在扩张 地方根本不够用 公司里已经乱成一锅粥了 那好 星云放心交给我 不过我的目标 可不止在路由器上 我要研发智能手机 无论是从外观设计 屏幕尺寸还是拍照相素 都要有志的飞跃 至于星云 地方不够用 可以把办公区全部搬到复达 复达大厦办公室内 岩木伸了伸懒腰 终于忙得差不多了 这几天真的好累 系统出来 看着系统上面的情况 心想还不到一个月 生存点消耗 已经超出了以前的两倍 打开系统后 发现自己却没有权限 无法打开商城 这到底怎么回事 按照道理生存点是有增加的 但一直没动静 不愧又被月兔拿走了吧 他到底去了哪里 而这时 一个声音传来 宿主 我回来了 怎么这是想我了吗 你不是已经走了吗 我只是去确认一些东西 这不就回来了 生存点已到账 共结于2333点 既然有2000多点 而这时 突然有人大喊 快报警 有人跳楼 妹子有什么想不开的 说出来就好了 别跳啊 要珍惜生命 你快从窗台上下来吧 不然被别人误会你要跳楼 这股种子的气息是 宿主 是阿珍 阿珍就在楼点 我还察觉到了种子的气息 什么 那赶紧报警 我上去救人去 顶楼是30层 电梯看来是来不及的 算了走楼梯吧 阿珍怎么会出现在复达大厦 这到底是要干什么 而这时 阿珍被恶魔种子的气息包裹 嘴里念叨着 杀了他 他们全部都该死 阿珍你不要冲动 凶手都该死 阿珍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可以帮你 这个距离应该能把他救下来 内疚 我要让阎木内疚 要让他一无所有 接着便向楼下倒了下去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阎木抓住了他的手 还好赶上了 这真的好险 差点就出了大事 为何他的刀上竟然还有血迹 他不会是 而这时 阿珍瞪大了双眼 灰刀刺向阎木 我要你的命 阎木立马抓住阿珍的手 你清醒点 我是阎木 他已经被人控制了 把手放在他额头上 释放出主神的力量 就能清除他身上携带的肚子 随着阎木的手指向阿珍的额头 恶魔种子的气息也渐渐消失 现在应该没事了吧 是方雨雪还是刘德 但是没事了 先把他送到医院去吧 剩下的交给警察处理 各位都散开 不要在这里围观 很危险的 那好吧 我们先带他下去吧 严总 你之前说的智能手机 我们已经设计出了一个基本模式了 严总既然不在办公室 那就先放在这里好了 宿主 你不去查控制阿珍的幕后黑手吗 算了不去了 是狐狸总会露出尾了 你先休息会儿吧 我还有事情要做 严木看着手中的资料 这张彭月不愧是科技人才 这么短时间内 就能做出详细的策划书 该机型的3D模型 在U盘中 U盘去哪里了 怎么宿主 你在找什么 你看见办公室里的U盘了吗 我一直跟你在一起 上哪去找U盘 接着拨通了电话 张彭月 你把U盘带来了吗 我看你不在 就和策划书放在一起了 那U盘却不在了 难道有人进来过 而此时的龙腾大厦的办公室内 这个阿珍看着挺瘦 没想到不光力气大 还真的敢拿刀捅我 方雨雪心想 这人真是没脑子 你说那个阿珍 应该能把严木搬倒吧 证据确凿 即使不到也会大伤元气的 那就好 我就见不得那小子 有点钱就要武扬威的样子 男人吗 有了钱给女人用点又怎么样 我看他上辈子就是穷死了 方小姐 这是你要的东西 你干得不错 剩下的钱 我会打进你的账户里 现在你可以走了 这又是什么东西 严木最近在做项目 不把核心找出来 怎么能打倒他 但是这玩意儿真的有用吗 我来看看他最近都在做什么 我不是让你走了吗 你怎么还在 一会儿就打到你账户里了 方小姐出手扩出 我自然是相信的 但是星云集团负责研发的团队 是我的仇人 而且智能科技这一块 正好是我的专业 小雪 不如你把它留下 只要我们先把这个什么研发出来 严木他们就没用了 我以前是江城科技大学的博士生 和张鹏乐士同学 但他抄袭了我的数据 还反咬我一口 让我直接被学校开除 我现在很不甘心 出来后我找不到工作 迫不得已做起了商业见底 小姐 如果你要对付星云集团 我们完全可以配合 这星云集团已经转到复达名下 算是复达唯一的盈利来源 如果星云垮了 严木自然就垮了 那王先生 我同意合作 有时间的话 我们可以商定一下合作协议 那好 研发团队这一块我全包了 不过资金这一块 你好好搞研发就好 资金不用操心 那优盘我就交给你了 如果你拿着数据卖给其他公司 可别怪我不客气 方小姐尽管放心 我也是有原则的人 咱们合作双赢吗 这两天有什么可疑的人进出公司吗 星云刚刚过来比较乱 可能会有人趁虚而入 严总 我已经让李彪去查了 这么重要的东西被我弄丢了 这可是我们研发组的兴讯 这份数据还有备份吗 备份是有 可都被人偷走了还有什么用 严总 红总 我查到线索了 在张总出来后 有个带棒球帽的人进过办公室 但他最后是走安全通道出来的 监控上看不见他的脸 安全通道是没有监控的 他出来之后往哪里走吗 这家伙好像很熟悉这块地方 出来之后 他转进了一个巷子就消失了 应该是很熟悉的商业间谍干的 可是星云是一个小集团 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 张鹏月的经历比较单调 从学校毕业到现在一直在做研究 不可能有仇人 红瑞之前是做房地产的 接触不到高薪产业 难道是方雨雪和刘总 孔总 你带李彪彻查公司的员工 和龙彭马公 还有望将刘家有关的多次 另外完善公司的安保设施 这种情况绝对不能再发生了 这俩人还真是阴红不散 严总 这可怎么办 这可是大家的心血 是我疏忽了 好了不用自责 既然我能提出智能手机的概念 就绝不会让别人抢在我们前面 我已经仔细看过你的策划书了 是1992年第一款智能手机给了你赢感 我说的没错吧 特点是全屏 全处屏还能联网 是的没错 外形上我参考了大哥大 让他更适合全处屏 但大哥大已经过时了 你看看这个 我们要做的是这种全新的一体字 大波方雨雪有开始算计着 要怎么对付言论 此时张鹏越不可思议的 看折手上的智能手机模型 这是我找熟人制作的模型 你先将就看一下 但这种会不会太前卫了 只保留了三个按键 前卫是不会前卫的 现在是信息时代 不管是手机 电脑都是要方便 越轻越快越便捷 路由器不也是为了便捷才出现的吗 现在的手机屏幕都太小 上网打游戏几乎是做不到 确实 不过要做一体机 恐怕现在的技术还达不到要求 这个没关系 循序渐进吗 需要的设备和资金我都会全力支持 那好严重 我绝对不会辜负您的厚望 我相信您 你就好好做项目 其他的事情都交给我来处理 医院这边 阿珍到现在还没有醒来的迹象 他们为何又针对阿珍呢 阿珍和优盘失窃的事绝对不是偶然 应该是方雨雪他们故意针对我 阿珍受过种子的影响 你可以直接探查他相关的记忆 不过需要消耗少量的生存点 这个我知道 传承已经解锁到这里了 很快 关于阿珍的记忆便显现了出来 原来阿珍为了给他父亲治疗 方雨雪他们就开始算计阿珍 阿珍却不同意他们的做法 但却被方雨雪威胁 阿珍一怒之下刺伤了许飞 原来事情是这样 方雨雪利用阿珍对他的恨意控制阿珍 把仇恨全部转接到我身上 那你打算怎么办 算上马东的话 这已经第二次了 我真是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死缠着我的话 这次我绝对不会手下留情 走吧 去阿珍父亲的病房 看看有没有可疑的证据 但来到阿珍父亲的病房 却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这里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难道你感受不到残留的种子 气息血腥味之类的吗 我又不是狗 怎么可能闻得出来 随后闫目向医生了解了情况 把医药费也给垫上了 而此时的某餐厅内 许飞跟方雨雪又在算计着闫目 而这时 恶魔种子却突然出现了 许飞只感觉浑身没有力气 随后告别方雨雪便离开了 这个所谓的神 每不生一次许飞 他就会变得虚弱 应该不会出什么事吧 方雨雪的母亲既然给他打电话 而且开始关心其他的终身大事 方雨雪不屑地说 家里还需要多少钱 家里不需要钱了 这些就足够了 妈只是在关心你 方雨雪立马挂断电话 怎么可能关心我 你们眼里明明只需要钱 这时 恶魔种子却飘了过来 这个许飞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 我们是时候去找下一个目标了 方雨雪直接拒绝 我们之间的交易完成了 我不会再帮你了 悠喝 不继续交易吗 只要我离开你 所有抹除过的痕迹 都会重新显现出来 包括这个男人的死 什么 你既然杀了许飞 我现在需要的是人的气血 他已经被我炸干 自然就死了 你没有说过还会出人命的 这都不是我想做的 我只是需要钱而已 天真的小姑娘 我能感受到你的野心 你之所以弄这么一家公司 不就是要满足你的虚荣心吗 让所有瞧不起你的人都重视 但如果我走了 所有证据都会指向你 你帮我做的所有事情都会公开 你还能接受吗 方雨雪显然没有办法接受 很好 从现在开始 两天给我提供一个身体健康的成年人 其他的我会自己处理 懂了吗 此时的医院内 闫目在病床前守着阿珍 就在这时 阿珍终于醒了过来 闫先生 你怎么在这里 白天的事情你还记得多少 白天方小姐找到我 要我帮她做事 我不同意 她就拔了我爸的氧气管 糟了 我爸不知道怎么样了 放心 你爸没事 我已经帮你交气费用 明天就可以准备手术了 可是我今天差点杀了你 你为何还要这么帮我 我知道你是被方雨雪安犯了 如果有证据的话 可以拿出来上报给警方 我会给你作证的 我没有证据 我还划了那个男人一包 最多也只能定性为打架斗殴 对你一点帮助都没有 那好吧 你先好好休息 看来阿珍妇女这里没有任何线索 我还要从其他地方下手 阿珍突然拉住闫目的胳膊 可是闫先生 我欠了你这么多钱 放心 我不会利用你 也没有任何利息 你只需要好好工作 这钱慢慢还就可以了 闫目的办公室内 收音机正在播报着最近的新闻 这都什么时代了 还用收音机来听新闻 你懂什么 这叫节约时间好吗 而这时收音机却给他们一个重要的线索 现在插播一条紧急新闻 我是最近发生了多起人口失踪事件 失踪主要是30岁左右的成年人 失踪人相关信息已公布 并请广大市民注意安全 外出尽量结伴 有异常情况请及时报警 而这时闫目的母亲打来电话 小牧你看新闻了吗 那个人口失踪案 我们听到有消息说 那些年轻人都是早去上班就在没回家 你要注意安全 放心吧妈 我没事 你去把孔瑞和李彪叫来 干嘛叫人家去 我又不是真的是秘书 就你最嫌 赶紧给我去 月儿哼了一声 为什么都是30岁左右的成年人失踪 而且不涂财也不涂色 很快孔瑞李彪却打来了 我是想问一下 咱们公司最近的出勤状况怎么样 出勤都很正常呀 前天有两个请假的 不过今天都来上班了 而且公司的安保系统已经完善了 应该不会有问题 那就好 洪总 你去安排一下这个月的考勤 所有人提前一个小时下班 告诉他们不要在外面斗勇 严总你想说的是这次人口失踪案吧 我有个事情想跟你说 前几天我听几个保镖同行说 龙腾现在老板已经好一段时间没见到人了 难道许飞也出了事 这就不太清楚 也许是碰巧吧 毕竟那可是龙腾的老板 之前我在方雨雪身上察觉到了总 你说他和刘泽谁的能力更大一些 既然你怀疑他 不如亲自去看一下好吧 会不会是我多虑了 按照上一试的进程 许飞买房后是经历了一次报复后才突然死亡的 难道这个时间点又提前了 夜晚 严木跟月儿来到龙腾大厦 这里果然有问题 整个大厦断电而且也没有安保 仔细一点 整座大厦都被种子的气息包围了 看来这里真的有问题 走这边 楼下的气息最强烈 很快两人便走到了最楼下 这里是库房 不知道里面有什么 我们还是小心一点 可我们没有密码 怎么进去呢 要什么密码 整个大厦都断电了 直接打开门不就行了 就在两人打开库房时 一股恶心的味道却传了出来 我去里面看看 你在这里等着 接着便发现了一群人都翻着白眼 这难道就是那些失踪的人口吗 竟然有人已经没了气息 他被吸干了 已经没救了 而这时旁边有人微弱地叫着救命 还有个活着的 你怎么样 你是龙腾的员工吗 请你救救我们 要救他们的话 最好是把种子的气息净化掉 对普通人来说这是会致命的胀气 好 那就交给你了 顺便把现场恢复成原来的样子 随着小月手一挥 一切都搞定了 沐走出仓库后 立马拿手机报了警 我在龙城大厦库房里发现七八名失踪者 可能是失踪案的受害者 而此时的方雨雪的家中 他家人既然虚情假意地对他虚寒问问 他的弟弟更是得意 到现在终于有了自己的企业 觉得自己很牛稀 而这使得恶魔种子声音传来 你是怎么搞的 有人既然进了库房 马上过去看一下 小雪 你这孩子有了前妈的话一点都不通了是吧 方雨雪站起身 有什么事下次再说 方雨雪的妈还想说什么 这时恶魔种子出现了 上前直接卡住方雨雪的脖子 我和那几个人的联系被切断了 你到底怎么回事 说你是不是背叛了我 方雨雪被举在空中 只感觉完全喘不上气 现在还有一股力量在轻视我 我赐予你无尽的财富 你就是这样回报我的吗 而这时方雨雪的家人却慌了 只见方雨雪被举在空中痛苦地争取着 这 这是什么情况 是姐在变魔术吗 方雨雪挥着手 妈 快救我 而此时她的家人哪还顾得上她 直接被吓得连连后退 人类都是狡诈自私的 看看你的家人 你为他们做了这么多 却没人肯拉你一把 你背叛我 那就用你们全家来偿还我损失的血气吧 随着几声嘶吼 方雨雪的家里人全部被恶魔种子侵蚀了 而龙腾大厦外门口 警察也赶到了现场 万万没想到方雨雪竟然走上了这层 这样的话许非八成是挂掉了 这颗种子吸食了血气 它多半没救了 只是驱逐了一些种子残留气息 竟然多了这么多点生存 这就是能量转换吗 你不就是系统吗 怎么还会有疑问 月儿刚想说话 这时警官走了过来 请问是你们到的警吗 是严先生 我们又见面了 简单询问了情况后 便叫阎木他们快回家 走在回家的路上阎木若有所思 回想起当时初见方雨雪时的情景 我还以为你还要插手方雨雪的事呢 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 他就像冬雪花做春雨 冰清玉洁 那时他很单纯 整个人就像是清澈般的泉水 当时我们彼此有好感之后 从来没想过他会变成这个样子 之前的心魔试炼就是要我忘记过去 不要回忆 现在我终于想通了 既然重生回到现在 那就是对我最好的救赎 又有什么不珍惜的理由呢 这一次我才理解到 原来这就是为自己而活的感觉 自由 自由 难道也是我想要的吗 而此时的黑夜中 一道影子闪过 这该死自私又卑贱的人类 既然忤逆我的意志 必须马上找到下一个可以寄宿的人 都说三个女人一台戏 这几个女人竟然都为阎木争宗吃醋 复达大厦办公室内 阎木看着龙腾出世的新闻 月儿看着系统入审 这系统好像是双向连接的 之前我离开的时候想过使用系统商城 给阎木买了一颗十拳大补丸 阎木这边直接传来提示 购买十拳大补丸一颗 消耗五百点生存点 我的天哪 这也太大吧 你怎么能随便在系统上买东西 我只是在测试系统的功能 这个可是最便宜的 你该不会是想让我把它吃掉吧 当然是不吃 买了不能浪费 而且宿主好才是真的好 来乖乖张嘴 我不吃 就在两人轻轻握我之间 孔瑞开门随后又立马关门 想不到这两人既然在办公室晚起 阎木大吼 孔瑞你给我进来 打扰了阎总的好事 臣之罪 臣个屁啊 承熙的酒店别休了 安排两千万启动资金 按新闻里的来建立学校 学校我知道 是最新的教育家地产模式 既然你能明白 那就下去执行吧 阎总 你就是我的偶像了 我不需要你把我当成偶像 我只需要你把地产失业管的项目项目 把这个证件带到胸前 复杂的兄弟姐妹们都会听你 天哪 那我以后就是地产大乐 想不到多年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大乐是他 你只不过是鳄鱼的吻吧 这样啊 那你就是鳄鱼嘴里的小粉 很快两人出电梯后 便听到两个女子在吵闹 一上来你就说认识严总 好像全世界就你跟严总熟是吧 都说几个女人一抬起 这操作把严木的脑袋瓜 搞得嗡嗡之小 两个女人还在不停地争吵 旁边保安小声议论 老板可真幸福呀 几个女人为他争风吃醋 严总是我的救命门人 我怎么没点名说非要单独见他 都不要吵 来面是可以 我不会 因为和谁认识而放水 复杂不需要没用的人 你们可要想好 说着看着两个人的简历 你们两个都各有所长 说着把阿真的安排到销售的本 这里面是星云和星员工的资料 找个小帅哥先了解一下我们的产品 放心吧 我绝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小琴你的才华是无可替代的 应该拥有属于自己的舞台 关于未来的文化产业 我有自己的想法 但我不得不说一句 现在这些流行歌曲实在太难听 这方面我想和你仔细谈谈 一会儿去咖啡厅做会儿 严总 其实我是来应聘其他职位的 我不想再做歌手 还记得第一次来江城 就在咖啡厅聊了两分钟 他们就让我上楼试戏 舞台我不需要了 唱歌那样的梦想不属于我 没想到他有那段不好的经历 严总册封大将这么顺快 不如给我们也封个护卫双楼 你俩当厕所所长还行 严总 我不想再摊上娱乐圈的事 可你 值个更大的舞台 行吧 那你和阿珍两人先批评一下 能达到阿珍一半的销量 我也认可你的选择 好 我是绝对不会睡的